一个是不愿嫁的皇后 为家族不得不牺牲自己 一个是不愿娶的皇帝 为江山忍一时风平浪静 却不成想新婚之夜一脚被踹下龙床 叶珍珍是叶格老唯一的宝贝孙女 叶格老虽为中级殿大学士 内阁首府 两代帝师 三朝元老 但当朝行是新帝登基太后纪鱼 他也无法在乎叶家仪式周全了 何况这门亲事早在三年前 先帝嫁崩时就已定下 叶家对先帝也要有个交代 叶珍珍没有办法 只好应下这门亲事 就在即将出嫁之时 叶格老不放心地嘱咐道 你若是在外叼蛮任性 无理取闹都可以 但只有一点要谨记 就是绝对不能废后 街上微风徐徐阳光正好 精美的花轿从人群经过 人人眼里都充满了羡慕与好奇 路人也是议论纷纷 觉得那是他的福分 可也只有叶珍珍自己心里清楚 像皇帝这种作用三七六七 唯我独尊的男人是他最讨厌的 直到叶木降临 皇帝才姗姗来迟 直接一屁股坐下挥了挥手 让他眠领 然后就催促道 喝完这盒景酒 我们就赶紧下一步吧 这话不禁让叶珍珍 对他的厌恶加深了几分 更是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他就是个无耻色狼灯徒子 喝完和景酒刚放下成器 纪无旧就将他带到了床边 便抱着他亲了下去 就在要进行下一步时 叶珍珍一脚就飞了出去 皇上被踹翻在地 错愕地瞪着双眼 叶珍珍心里暗道一声不好 这恐怕是他做皇后的第一天 也是最后一天了 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了好一阵 纪无旧才反应过来指着他破口大骂 叶珍珍当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臣妾一时鲁莽无意冒犯龙体 请皇上责罚 纪无旧都无语了 责罚 怎么责罚 罪名是大婚之夜 皇后将阵一脚踹下床吗 就在这石门外来报 方才陆华宫的太监来禀报 丽妃娘娘不慎跌倒伤情严重 既无旧文言也只是轻触了一下眉 便命人摆驾陆华宫 丝毫不顾及这是他与皇后的新婚之夜 然而他一个回头却看见 叶珍珍惬意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 气得他头都大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 他的贴身丫鬟便不满地抱怨 听说皇上昨日直接卸载了陆华宫 那丽妃好大的胆子 不过仗着皇上的几分宠 竟然敢在大婚夜里挑衅娘娘您 真是不自量力 叶珍珍只是拿起茶杯没有领会 急得身边的丫鬟不停地劝说 娘娘您刚进宫 可不能就这样任人欺负了去啊 叶珍珍这才悠悠地开口说道 丽妃如此嚣张是因为她跌跌 苏将军此时坐镇敦煌 抗击西域诸仪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那皇上这也算是卖身救国了 说来令本宫好生钦佩 两个丫鬟瞬间被他的话给逗得哈哈大笑 皇后娘娘 您怎么还像以前在府上那样呢 可不能了 这样的话您以后千万别说了 叶珍珍却不以为意 那又怎样 我昨天早就大不敬了 便问起夙月今日接下来的日程 皇后的职责乃是掌管六宫 之后每日清晨会有各宫的嫔妃 来向皇后娘娘请安 现在的嫔妃有 正二品的贤妃温柔贤惠 是户部上书方秀卿大人敌女 从二品的妆妃雷厉果断 西妃娇媚大方 昆玉宫内 各宫嫔妃聚集在此 给皇后娘娘请安 唯独丽妃姗姗姗 丽妃给皇后娘娘请安 臣妾今日身体不适 故此来迟怠慢了皇后娘娘 请娘娘责罚 这一顿操作让叶珍珍着实不爽 表面上却还是维持着落落大方 丽妃不必拘谨 都是为了伺候皇上 何来罪责 随后几位嫔妃便开启了一场大乱斗 叶珍珍看着眼前这一切 特别是丽妃内腹得意的嘴脸 才反映过来丽妃的用意 这是第一天就要跟她示威啊 叶珍珍脸色一沉 下一秒却乐呵呵地说 丽妃昨日侍奉皇上有赏 将本宫准备好的赏赐呈上 丽妃嘴上说着谢皇后娘娘 心里却想着皇后又怎样 昨日皇上还不是歇在我那 当看见赏赐的时候丽妃人都傻了 嫔妃们的脸色也都各个很难看 只有叶珍珍笑得格外开心 乐呵呵地让丽妃不用客气 收下她赏赐的御蝉处 而另一边御书房内 皇上听完她的所作所为 一口水差点没把她枪死 不可置信地向太监确认 她真是这么说的 太监吓得一个亮枪扑倒在地 为皇上 奴才万四也不敢欺瞒皇上 既无旧瞬间脑壳疼 随后便吩咐道 你做得很好 以后行事小心些 别被皇后发现了 都退下吧 太监小心翼翼地将门带上 下一秒屋里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既无旧气得咬牙切齿 敢自宠非玉蝉处就算了 竟然还敢说正卖身救国 还好生钦佩 这个女人真是找死 御书房外丽妃端来了参汤 想要进去找皇上 这参汤是本宫自己煮的 皇上为国事操劳 本宫自当尽心服饰 这让太监为难极了 直到房内传来皇上的批准 丽妃这才端着参汤进去了 这参汤可是臣妃亲自守着 熬制了八个时辰 您尝尝 既无旧一把握住她的手 将参汤喝了下去 辛苦爱妃了 丽妃听了娇羞地靠在皇上怀里 体贴地说道 皇上日日为国事操劳 才是真的辛苦 皇上虽然国事重要 可您也要爱惜身体啊 既无旧闻言一惊 叶珍珍说的话 似乎又萦绕在她的耳边 瞬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当即将丽妃推开 爱妃以后不要再来御书房了 这里本就不该是女人来的地方 看来朕的确太过宠宁了 转身就要摆驾前往昆明宫 心里暗戳戳地想着 叶珍珍既然你不让朕好过 朕也绝对不会让你太好过 而此时的昆明宫中 叶珍珍正在绘制鸟冲的构造图 身边的丫鬟揪心地问道 娘娘你不怕丽妃向皇上告状吗 叶珍珍却是很疑惑 告什么状我又没做错什么 再说了就算她不告状 皇上还不是一样讨厌我 丫鬟不懂了 她身为皇后娘娘就不急吗 谁知叶珍珍却说道 我急啊 我快急死了 我急着想要快点把她做出来 就在这时皇上推门而入 问她想做什么 既无旧静止走向书桌 叶珍珍纳闷了 这皇上这么晚了 没事跑到昆宁宫来做什么 既无旧看着桌上的稿图 质问皇后这张图纸是从何而来 叶珍珍敷衍的说是御花园剪的 皇上却是倾笑一声 皇后的意思是 有公布官员写鸟冲构造图 闯入御花园 并将构造图遗失于此 叶珍珍感到很无语 这个人怎么比她还会胡说八道 皇上一边敲着构造图一边说道 既然皇后都如此说 那么料想也不会错了 公布那群废物也确实该整肃了 朕这就下纸言办 叶珍珍赶紧跪下澄清 此事和公布没关系 跟我二哥也没关系 那么这张图纸到底从何而来 别告诉朕是你自己画的 叶珍珍一脸无辜 就是我自己画的呀 既无就仔细看了看图纸 画的确实有模有样 但笔划生疏一些细节也画的不准 确实是新手所为 但是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从哪来的临摹图 叶珍珍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是临摹的 是我偷了表哥一把鸟冲 自己拆了一遍后偷偷还回去了 叶珍珍的表哥 乃是内大侍卫统领陆离 的确是可配鸟冲 如此一来 他就能直接把公布侍郎的二哥摘出去 陆离也不会因此获罪 好聪明的女人 这么说你的确骗了朕 叶珍珍文言赶紧认错 既无就挥了挥手说 念你是初犯 朕暂且不予计较 先给你记者 以后若是再犯恕罪并罚 叶珍珍这才松了口气 下一秒却看见他正看着构造图 说他的图画错了 很多地方都画错了 叶珍珍连忙冲了过去 想知道是哪里画错了 纪无就看他错得这么近 一下修红了脸 没关系 正那里有准确的构造图 这一下子听得叶珍珍两眼放光 还以为皇上善心大发激动地问道 皇上您会给我看吗 在叶珍珍期待的注视下 纪无就的死地说当然不会 气得叶珍珍后草牙都要咬碎了 然而皇上这么一番操作后 才算解了心头大分 换了一身心的疏爽 叶珍珍的贴身丫鬟很是不解 既然皇上会叶入坤宁宫 则表明他对皇后娘娘是有牵挂的 可来了为什么又不留宿坤宁宫 反倒去了别的娘娘的寝宫 这是为何 而叶珍珍却只是轻笑一声 缓缓说起来缘由 经朝朝堂之上除了皇帝 得力的便只有两位 一是内阁首辅叶格老爷修明 二则是内阁赐府方秀卿 两位在政事上从来不和 各种明真暗斗 两大党羽分别为叶党和方党 原先皇上与方秀卿之女 也就是贤妃方流月情投意合 想立方流月为后时 却遭到叶修明极力反对 想历见自己的孙女叶珍珍为后 还找了各种理由 来阻碍方家这场婚事 甚至说他们八字不和 请皇上三思 气得皇上破口大骂 难道朕娶个妻子 还能引来什么天灾意象不成 话刚说完就发生了大地动 皇上人都傻了 还没等反应过来 大臣们的奏折接踵而至 皇上三思啊 皇上方流月不可取啊 皇上天降一向乃大凶啊 纪无就被炒得头都炸了 所谓天行有偿 不畏姚存 不畏杰王 正义以绝重为爱卿不必再劝 刚要退朝太监就冲了进来 颤颤巍巍的禀告 皇 皇上不好了 天狗十月了 煞时间朝廷上一片寂静 就这样纪无就和叶珍珍大婚 方流月最终只被封了贤妃 这也怪她实在是运气不好 没有当皇后的命吧 所以你以为 皇上真的愿意立本宫为后吗 皇上有多讨厌我爷爷爷修明 也就有多讨厌我爷真真 不过好在本宫也不喜欢她 本宫只需要保住后卫就可以了 这是丫鬟小心地提醒她 娘娘 您别忘了 太后那边好似也不太喜欢您了 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太后对贤妃的看重 这个贤妃先是得了皇上的宠爱 如今又有太后眷顾 这才进宫多久 就已经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了 假以时日娘娘岂不是 要被她欺压到头上去 叶真真一个大脑绷过去 没好气地说着 夙风 不得无礼 要我说你这性子也该改改了 多大点事 夙风却是很不服气 娘娘 是您受了欺负 怎么反倒过来劝奴婢了 夙月也跟着劝说起来 娘娘 夙风的话虽不中听 却也是礼 您也该上上心了 皇上 话还没说完叶真真直接抱走 行了行了 好好的怎么又提她 明天就是中秋了 我想吃连绒献的月饼 第二日夜幕降临 太监送上一枚月饼给皇上 这是皇后娘娘亲手做的 特意一早吩咐人送了来 纪无旧听了还有一丝疑惑 亲手做的 这个叶真真终于觉悟了吗 谁知刚咬一口 纪无旧的表情便丰富的不能再丰富了 只因这个嫔妃口味独特 就好那奇葩口味的水晶虾仁月饼 让她的爱猫成了替死鬼 中秋家宴上宫女翩翩起舞 皇上却无心观看 纸幽怨的瞪着皇后 原因竟是当晚太监送来的月饼 据说是皇后娘娘亲手做的月饼 皇上还以为是叶真真脑子开窍了 喜滋滋的就把月饼送进了嘴里 下一秒就看到皇上苦不堪言的神情 就知道这月饼不一般 悲剧也就此上演 下咽上她的肚子咕咕叫得不停 皇上心中暗暗发誓 叶真真我绝饶不了你 次座上的丽妃坐不住了 贤妃姐姐你看 皇上今日目光 可一刻都没离开过皇后娘娘 贤妃听了暗自神伤 以为皇上真的是对皇后有意思 只好默默离开 走在宫中小路上 不禁想起父亲所交代的事 月儿不管用什么办法 你一定得让皇上废后 绝对不能让叶家的事 想到这里贤妃不禁冷笑出声 废后又谈何容易 那叶真真表面看上去憨直 那里却冰雪聪明 又形势无常 让人捉摸不透 自从自己收到第二支禅厨之后 皇上也好几日不从翻过牌子 她的丫鬟见她叹气 体贴地问道 娘娘为何叹气 可是想家了 谁叫贤妃只淡淡地说道 这种话莫要让本宫听到第二遍 一入宫门 这皇宫便是本宫的家 就在这时皇上不知从哪逢了出来 只夸贤妃说得好 随后就搂住了她这心爱的老乡好 暧昧地说着 今日家宴上阵身体不是冷落了爱妃 爱妃可不许与阵作气 贤妃也是故作娇羞 皇上这是哪里话 臣妾心里只会惦记您 两人暧昧地深情对视 眼看就要亲上了 就被一声禀报打断 说是陆华宫出事了 而陆华宫内 丽妃哭得那是一个梨花待遇 皇后也是应和安慰 你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别哭了 那小畜生想来是这辈子为你挡栽的 因果天注定 强求不来 说着就要速封去昆明宫 把她的一套十二只小玉缠出拿来 好给丽妃压压惊 话音刚落皇上就来了 叶真真还以为她可以解放了 谁知皇上一上来就怒吼叶真真 吓得叶真真直接跪倒在地 却也还是不明所以 臣妾愚钝 请皇上明示 继无就冷哼一声 便开始了一顿输出 朕来的时候就已听说 丽妃居然在中秋之夜 收到了含有剧毒的毒月笔 若不是先掰给了猫吃 此时中毒身亡的 怕就是丽妃了 这如此恶劣的行径 闹得后宫鸡犬不宁 怎不是你皇后的失职 叶真真心里憋屈得很 却也只能乖乖听着 朕献你三日之内侦破此案 否则朕就在你两次弃君之罪上 再记一笔 这下叶真真是真傻眼了 两次 第二次是哪次 继无就也懒得废话 就说了句毒月笔 叶真真还以为是说 丽妃的毒月笔 不服气地问道 皇上又怎么知道 我一定查不出来此案 继无就就没见过 这么蠢的女人 只好说是她做的 那个毒月笔 叶真真这才反应过来 两天后的昆宁宫 叶真真却还是盯着那月笔看 她的丫鬟都为她着急 这都已经过去两日了 您怎么还坐在这里发呆 您都不急的吗 叶真真也是头疼 都会单独给她做 后经玉衣仔细检查 发现这月饼里添加了一种 名为香妃子的特殊配料 这香妃子可烹调椰子入药 但绝不能和虾泻一盆混石 否则就会中毒 可当日玉膳房的所有人 都被积压审问了 搜遍了玉膳房 也没找到香妃子 据玉膳房称香妃子产量极少 北方人吃不惯宫里也没有 所以最后一个途径便是 有人私自从外头 把香妃子带进了宫 这就难查了 丽妃平时在宫中树敌太多 不管是太监还是嫔妃 甚至是皇上都有可能下这个毒 反正计量小优不一定能毒死人 说着说着那爆脾气就上来了 到底是哪个混蛋王八蛋 给本宫弄了这么一大麻烦 别人本宫抓到 就在这时速封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 大喊娘娘不好 咱们昆宁宫的丁大象自杀了 叶甄甄都懵了 哪个丁大象 速封都要急死了 娘娘您先别想了先去看看吧 我觉得此事有蹊跷 正叫人在那里守着 屋子里的东西和尸体都没让动 而且丁大象身上 正好揣着香妃子 叶甄甄立马风风呼呼赶了过去 这里到底怎么回事 只见一太监贵在地上说 今日本是奴才当职 午休时分忘记拿东西折返回来 就发现丁大象悬梁自尽了 叶甄甄看着丁大象的尸体陷入了沉思 这是速封拿出在丁大象身上翻出来的香妃子 叶甄甄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转身就跑还不忘吩咐道 速封 你就留在这儿 看看还能查出什么来 速封 带上坤宁宫所有太监 跟我去养心殿 除了皇上身边人 但凡有人靠近养心殿 一律打晕带回来 速封速月都还没反应过来 叶甄甄就绝尘而去了 另一边御书房内了 纪无旧刚忙完舒展一下 王小虎就扑倒在地有事禀报 与此同时叶甄甄也飞奔而来 纪无旧还在疑惑那是个什么东西 叶甄甄就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 以不及掩耳之势 当着皇上的面给了王小虎一掌 王小虎就这样晕了过去 既无旧都无语了 要叶甄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段时间过后 王小虎被泼了一盆水 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叶甄甄坐在上座神情严肃地说 王小虎 丁大象没死 他都招了 王小虎却还是装傻充愣 奴才不明白娘娘的意思 还请娘娘明示 叶甄甄不紧不慢地说 你师父在御膳房中专管做点心 今年的水晶下人月饼 就是经他手作的 但是他做月饼的当天 你并不当职 所以本宫抓人时才会漏掉了你 让你有了好去皇上那里告状的机会 你今日来养心殿 到底想要对皇上说什么 说皇后娘娘怎么指示了人胁迫你 让你把香妃子下到月饼的县里 王小虎不死不悔改地喊冤枉 叶甄甄气地直接拍而起 冤枉 好一个冤枉 那么你来和我说说 你作为一个御膳房的太监 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非得亲自来和皇上比报 所以这明明就是 你和丁大象联手做的一出好戏 当日你偷偷进入玉膳房 将香妃子下入馅料之中 而丁大象和你约定好 他赴死时身上会怀揣香妃子 生怕别人不知此事与本宫有关 另一边你便可以向皇上禀报 皇上定会来昆明宫问罪 正好撞见畏罪自杀的丁大象 以及他身上的罪证 这个计划若是成功 一来是可以除掉丽妃 二来可以让本宫被一个黑锅 搞不好这个后卫便要让贤 说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王小虎咬了咬牙认了罪 却说此事无他人之事 一切皆因他对丽妃娘娘怀恨在心 一时冲动犯下的大错 叶珍珍冷笑一声 还真是够讲义气 王小虎 本宫不知道惠平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只需要知道 他能做到的本宫一样能做到 他做不到的 本宫照样能做到 这话吓得王小虎怦怦怦的磕头 惠平娘娘她 她用奴才父母兄妹的性命威胁奴才 奴才这才犯下此等大错 恳请皇后娘娘做主 奴才的一家老小是无辜的 叶珍珍这才叹了口气 你先起来吧 惠平八成吓唬你了 这宫里的斗阵虽然激烈 却不会轻易涉及到民间 王小虎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直接又来了一个大跪拜 谢皇后娘娘恩典 奴才来生就算是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娘娘大恩 只是她还是很疑惑 皇后是怎么得知惠平是主谋的 叶珍珍邪媚一笑 本宫炸你了 没想到一下就猜对了 躲在屏风后的祭吾就都傻眼了 随后便在凉亭和王小虎聊了起来 听说你刚进宫不久 过来跟我说说民间的趋势吧 王小虎说着说着突然伤感了起来 可惜奴才是将死之人 见不到外面的风光了 叶珍珍耐心地安慰道 你年纪上小又受他人邪迫 也算情有可言 本宫回头向皇上求个情 说到这里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与此同时屏风后的祭吾就 已是一个怒火中烧的状态 旁边的冯友才也是弱弱的问 叶珍珍啥也不敢说 只小声地回了句臣妾不敢 纪无就听了更是直接爆炸 不敢 你还有什么不敢 画鸟参图 作读乐笔 宋嫔妃大大小小欲缠除 啥不敢 随后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又为什么第一时间怀疑惠平 叶珍珍逻辑清晰地回答道 从看见丁大象的尸体时 一般的人畏罪自杀 哪有专门把罪证带在身上的 而且时间很巧妙 至于为什么怀疑惠平 会咬人的狗不叫 而其中庄妃是丽妃党 西妃完全是光会叫不会咬人 丽妃要害人的话 首选定然是贤妃而不恕 纪无就一下被她勾起了兴趣 但是惠平与你并无仇怨了 叶珍珍却是笑了 皇上 臣妾是个直肠子 向来有什么说什么 好不容易含蓄一回 您确定要让臣妾 把所有话都吐出来吗 纪无就沉默了 这时太后那边 一个太监急忙回去禀告 惠平被降为八平选事 打入冷宫了 太后得知了却是吩咐下人 却给皇上传话 将惠平要来 一致邀月宫天殿 太监一脸不可置信 可邀月宫是贤妃娘娘的 太后却是一个眼神让她闭了嘴 随后贤妃便接到了圣旨 贤妃接纸后 心里也默默地打起了小算盘 准备为叶珍珍准备一份大礼 妇黑皇帝突然询问皇后 后宫之中她最讨厌的女人是谁 叶珍珍还以为她善心大发 谁知她却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当皇后面说要翻那女人牌 叶珍珍刚处理完毒月饼案 好不容易能好好歇会了 正一个人研究着民间的小玩意 这时纪无就变来了 看着她出神的模样 好奇地走上前询问她在做什么 这东西怎么看上去像九宫图 却又不是九宫图 叶珍珍愣了一回便解释起来 这叫重九宫是民间的玩意 这些小格横数都要一到九 不可重复 每小格的九宫图里 也是这些数字不能重复 纪无就拿起棋子 眼底满是好奇 觉得很有一丝想要仪式 叶珍珍想要出言阻止 这东西分为假一比三的 皇上你第一次玩 假等难度太高了 臣妾给您换一局吧 话音刚落 纪无就手中的棋子也随之落了下去 仅仅几句话的时间 他就将此局解开了 惊得叶珍珍一脸不可置信 闹着又来上了几局 却还是连连败退 叶珍珍看着桌上的重九宫 开始怀疑起了人生 纪无就却是偷偷地看着她 她是不服输的样子 似乎有些迷人 皇上 皇上 您的这颗棋子下措 纪无就文言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的立马转移话题 不玩这个了 还有没有别的 皇后直接呈上了一把鸟冲 如何 就算陛下没有给臣妾看图纸 臣妾也自己做出来 这第一把的心意就赠于您吗 纪无就文言却是五位杂成 突然问道 这后宫之中 你最讨厌的女人是谁 叶珍珍不明所以却也老实回答 最讨厌庄飞 因为她口齿太过灵敏 自己说不过她 第二日是重阳也是天子万寿 花开得格外艳丽 丽妃的马屁也拍得格外起敬 皇上您快看哪 知您今日大寿 就连天宫也做美万花也齐放 这马屁拍得既无就美滋滋的 难得此有此兴致 不如仲爱妃现在就以永居为题 美人复诗一首 不久在场的美人都做好了诗 唯有叶珍珍面对着纸张发起了愁 内心不断吐槽 这皇帝真难伺候 昨日也不知触犯他哪 突然就点了装瓶事情 一夜之间封了正二品庄妃 害得庄妃以为我要拉拢她 今日她却又像什么没发生一样 现在又要让人做诗 到底在搞什么鬼 善于诗书的王昭仪 不仅不慢地写了一首好诗 引来了纪无就的连连好评 似乎是感受到了叶珍珍的怨气 纪无就突然点名叶珍珍 叶珍珍表情包都给吓出来了 纪无就拿着她写的诗 手指不住地颤抖起来 皇后这才气 只怕是七岁之后就未再长大 叶珍珍却是离不知气也壮 淡定地说道 自古斯文多败类 可见太有文采 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吧 一旁的丽妃抱起了古琴 阴沉着脸看着这一切 却又突然笑了起来 今日皇上万寿 丽妃才书学起 做事也不如王昭一妹们 不如就让臣妾为皇上 献上一曲贺寿 随后乐曲悠然响起 众人都被吸引 丽妃不由暗喜 做事好又怎样 封了庄妃又怎样 只要在我的曲子里 皇上的目光 就不会多分别人半分 就在这时 夕妃突然提议 想要现场助兴 叶珍珍一听来了兴趣 有琴声有歌声 若是在有舞蹈来观赏 那就再好不过了 贤妃一听便起了身 也想要出个风头五上一五 叶珍珍却直接拍了拍手 说自己以为皇上准备好 随后便出现了绝美的舞女 但黄色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只是这十八环的发型 实在太大眼 硬是把皇上雷得外焦里嫩 皇上只好挥退众人 转身离去 丽妃却是恨得咬牙切齿 自己精心准备的乐曲 就这样毁了 都是叶珍珍惹的活 隔日苏月便带着赏赐 来到了陆华宫 今日为皇上筹备万寿节 各宫娘娘均十分操劳 顾皇后娘娘特此背下赏赐 以为娘娘劳苦 请娘娘过目 丽妃前一秒刚谢过皇后娘娘 后一秒便开始挑赐 本宫倒是不知 这坤宁宫的奴才 原来都是这么懂规矩的 见过本宫也不知跪下 宋月立马跪下求饶 奴婢应着急给娘娘送赏赐 一时心急怠慢了娘娘 还请娘娘恕罪 然而丽妃只想狠狠踩上皇后一脚 好一个雕奴 犯了错还敢狡辩 环春 长嘴 委屈后叶珍珍捧着那红肿的脸蛋 手指不住的颤抖 宋月却是乖巧的惹人心疼 娘娘息怒 是奴婢先招惹丽妃娘娘在先 奴婢以后一定谨言慎行 不让娘娘担忧 叶珍珍气的攥紧了拳头 她打你就是在打我 敢欺负昆宁宫的人 真是活得不耐烦啊 宋月一听此言反倒是吓了一跳 娘娘息怒 您在这后宫之中处境艰险 有多少人是您为眼中定肉中刺 皇上又不能维护您 您万万不可一时冲动乱了阵脚 叶珍珍却是一脸玩味 本宫自然不会现在就收拾丽妃 毕竟丽妃可是条那么好用的狗 我们应该防的是贤妃才对 话音刚落贤妃的礼物就到了 只见毕心亭中王昭仪瑟瑟瑟发抖 皇后一看也被吓了一跳 湖中竟然扶着一句女尸 叶珍珍气的破口大骂 这才消停几日 宫中又死一个宫女 好巧不巧的是 还撞在了皇上和王昭仪优惠面前 结果王昭仪被吓得半死 皇上直接拿我开刀 还命我即刻整肃后宫 务必还六宫一个太平清静 这季无就一定是借题发挥 整肃后宫我若扬风因为 她必定又要救我错处 可若下大力气整顿 明里暗里不知要得罪多少人 皇后这个位置本就尴尬 皇上不疼太后不爱 现如今在这么一闹 只怕立锥之地也无 想到这里真真忍不住一声怒吼 这个季无就太过阴险了 不是好人 素风素月被她这话吓了一跳 连忙捂住她的嘴赶紧开导 这后宫之中哪个不阴险 即便是立飞若一位愚蠢 又如何能走到今天的地位 她必定也有过人之处 娘娘您是六宫之主 地位越是尊崇 处境越是威胁 这后宫多少双眼竟在盯着您 这是皇宫不是叶府 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疼您 没有一个人会担待您 相反每个人都想算计您 都想置您于死地 叶真真一脸尴尬 你怎么也打什么说什么了 素月也很无奈 奴婢知道您心里头明白 可总收不住脾气 您就算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叶家想想啊 真真文言却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人人都以为本宫能护住叶家 可本宫连自己都保不住 又何能保住叶氏一门呢 自古强臣也好外戚也罢 凡事能善权者 前提必须是皇室禅弱 可纪无就勤勤恳恳不腻于声色 还一肚子坏水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容得下叶家做大呢 若说纪无就是成长中的萌 爷爷就是以耻木的狮子 本就已经树大招风了 叶家又出个皇后 站着个外戚的名声 怎么不招人恨子 另一边监视皇后的太监回去禀告 纪无就听完也若有所思 好人怎么当得了好皇上 说完便让那人退下 接着又意味深长的说 皇后倒是个明白人 看着吧 她才没那么容易就放弃 皇后的办法多着了 一段时日过去 宫里流言四起 听说那个死去的宫女 给皇后娘娘托梦了 是啊 她向皇后娘娘述说冤情 还指认凶手了呢 昆宁宫的人都知道了 我还听肃丰姐姐说 那个凶手犯花神 叶真真露出一抹坏笑 那个打了你的宫女是叫樊春吧 樊春 樊春 听起来就像犯了花神呢 叶真真不由兴奋起来 心里不禁想到了一个好计策 顺带好好整顿整顿六宫 隔日叶真真便摆了个大阵仗 将宫中有五点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而为首的那个便是樊春 叶真真磕着瓜子悠哉地吩咐道 这三个阵列分别是 二十仗 四十仗和六十仗 打吧 第一个打的就是樊春 看得人心惊肉跳 速风不由得有些担心 这常人四十仗不晕过去 也好不到哪去了 这樊春一个人六十仗 叶真真却是胸有成竹 说不会有事 让她看着就好 板子如雨点般落在樊春身上 樊春眼看就要挺不住了 就在这时一只手瞒在了她的身前 来人正是丽妃 敢问皇后娘娘 博春犯了什么罪 叶真真轻哼一声 顾急不缓地将她的罪行一一道出 丙丑年孙杰鱼堕胎案 童年吴钊仪食物中毒案 次年西平宫中纵火案 今年会平落水案 哪一件跟她没关系 丽妃文言战战兢兢兢地说 西非宫中的果不是她放的 这是樊春若唧唧的安慰道 丽妃娘娘奴婢没事 此话一出丽妃又硬请 指着叶真真怒吼 说她血口喷人 叶真真谋光一暗 敢用这种语气跟本宫说话 肃风长嘴 丽妃却是仗着自己得宠 丝毫不惧地瞪着肃风怒吼一声 你敢 肃风刚抬起得手一顿 就在她还在迟疑要不要打的时候 叶真真直接一嘴巴子过去 她不敢我敢 丽妃不可置信地捂着脸 你敢再打我一下试试 叶真真丝毫不带犹豫 又一嘴巴子过去 头都给她打歪了 丽妃羞愤地指着叶真真怒吼 你等着 等皇上回来 话还没说完 叶真真一脸无语打断了她的话 皇上很快就会回来 来人 丽妃精神失常把她送回陆华宫 转头回去诉风担忧几了 娘娘今日掌乖丽妃 确实大快人心 只是闹得如此大阵仗 丽妃若是在皇上面前告状 叶真真确实淡定得很 放心吧 她肯定会告状 直接让她禁足两个月 皇后却急了 两个月会不会太久 我已经罚过她了 叶真真心里此事已经疯了 两个月 要是丽妃失宠了 谁来帮我对付贤贼 纪无旧也只是笑了笑 把玩着桌上的新鲜玩意 这东西是从何而来 一个佛狼鸡商人进上来的 她还送了好多小玩意 本来想成供给皇上您 结果被礼部同管的官吏拦下来了 我让内务府挑了些 全当时采买的玩物 纪无旧直接给她一针见血 皇后今日叫我来 不会只是想给朕看这些玩物吧 有话直说 叶真真一惊没想到她这么直接 直接一顿彩虹屁线上 臣妾仰慕皇上武略已久 十分想亲眼见一见 皇上策马弯弓的风采 既无旧一阵无语 就知道被她叫过来没这么简单 却也不想这么轻易同意了 随即说道 那朕要考一考你 搭得好就带你去 如今农忙已过 朝廷要征集农夫治理黄河 朕打算并公布 在往年殉情严重处见低筑把 修个水库落实可蓄水 汗实可挤栽 这个工程需要很大一笔款项 但是管民夫吃饭 就要调配许多粮食 皇后觉得要如何做 才能保证底下的官吏 不会被层层剥削 叶真真只是思考了片刻便给出了答案 她认为可以直接来个府邸抽薪 不必大举拨款 银子先在户部压着 离水的民夫可就地争掉 让他们自管时速 参与修建水库者全家免赴税两年 家中人口单薄或人口太多者 减免程度相应增减 等来年征税时 当地的总税收中 就已经扣去了这笔银子 户部只管算账就好 纪无就听完喜笑颜开 觉得她的办法很是不错 心情大好的她突然起身 让叶真真陪她去趟慈宁宫 随后慈宁宫内 太后和皇上相聊甚欢 皇后却被晾在了一旁 太后还刻意地拿起一本金刚经 说是贤妃给她抄的 仔细闻还有一股香味 念着她就仿佛沐浴着佛光 纪无就就众必轻地回答道 母后喜欢就好 太后见她不上逃继续巴巴 述说着贤妃的各种好 问她们俩最近可还好 叶真真如坐针毡 脸上虽是笑嘻嘻 其实心里早开始吐槽了 当着我的面就说这样的话 太后娘娘似的有多心急 纪无就赶紧结束这个话题 母后后宫之事 朕自己有分寸 其他事皇后也料理得很好 就不劳母后费心了 可太后哪肯罢休继续说道 你是哀家孩子 哀家怎能不上心 纪无就也不客气 母后挂念孩儿心中感怀 只是既然在其位 谋其政 皇后自然应当作皇后该做的事 不能躲在您背后偷懒 母后就无需再问了 随后皇上皇后便一同离开了 走在路上叶真真一脸疑惑 纪无就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开心 还没等她想明白 便听见纪无就喊她 还以为她又要整自己 谁知纪无就如暮春风般地转过身来 过天荒地说围猎的事情她准 而另一边的贤妃也得知了此事 心里不停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骑着马准备去围猎 突然纪无就便闻到了一股花香 爱妃今日身上好香啊 贤妃闻言笑盈盈地回应道 皇上您鼻子可真灵 这是一种名为灵灵香的一种花 待在身上可以除去身上的汗味 话还没说完一只蜜蜂便闻香飞来 围着她的头顶飞来飞去 贤妃吓得左躲右闪 马也因为她的晃动受到了惊吓 眼看就要失控了 一只小巧的剑就飞射而至 贤妃人都给吓唤了 面对纪无就的关心 她却还是强颜欢笑的强撑着 表示自己没事 而纪无就定眼一看 那朵花上居然有一只绣剑 此时平定骚乱的叶真真 骑着马英姿潇洒过来 她高昂着头等待着众人的夸赞 谁知纪无就冷不丁地问了一声 已带着绣剑 她心里暗道不好她别忘了 绣剑属于暗器除了侍卫 别人在皇帝出现的场合 是不能佩戴的 否则可以谋逆之最处置 叶真真赌气地看向纪无就 当即一把拆下绣剑 重重地丢在了地上 转身就骑着马往森林伸出去了 纪无就都给气笑了 这丫头居然还敢跟她赌气 随后又转头看向了贤飞 贤飞拾续地说道 皇上 臣妾方才受了些惊吓 身子有些不适应想先回去休息 恕不能陪皇上打猎了 纪无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转身离开时还不忘提醒 逢有的让太医好好给贤飞看看 贤飞面露失落却也没有办法 另一边的叶真真一路狂奔 太久没骑马的她可开心了 下一秒就发现自己迷路了 皇顾四周后发现 这里居然看不到猎物 就连鸟都没有 而草丛中那双绿眸泛着冷光 下一秒便冲着叶真真扑了过去 人还没下风 马就被下风了 叶真真一脸冷汗 等下不得给她摔死 当即一鞭子缠上了树枝 人也随着鞭子离马而去 随后稳稳落地 和猛虎面面相去 叶真真不断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想了想自己身上还有哪些武器 随即从身后抽出一支剑 搭在弓上飞射而出赌上一把 没想到老虎没打中 还把她给惹怒了 直接朝着叶真真扑了过来 叶真真连忙拿出手枪想要射击 当扣动扳机老虎就扑了过来 打偏了腿也给争骨折了 就这样叶真真被死死压制住 刚想要用锈剑自救 却发现手腕触空落落的 这才想起来刚才自己赌气给扔了 眼看就要没落虎口 叶真真吓得闭紧了双眼 下一秒老虎头上便多出了一支剑 倒在了叶真真的上方 叶真真突然发现 那支剑居然是天子鱼用剑 这才发现是纪无救救了她 纪无救却是后怕地对着她骂骂咧咧咧 真是胡闹一个人还敢到森林里来 我要是再来晚一点 话还没说完 叶真真楚楚可怜地喊了声皇上 说自己的腿断了 纪无救这才下马走近 亲自给她用树枝给她固定好 却还是罪毒地说死不了 一把将她打横抱起 腿还想要就别乱动 叶真真呆呆地看着她 就这么任由她抱着 片刻后 纪无救就将她带出了身灵 叶真真却心大地 直接在她怀里睡着了 纪无救见状也只是无奈地笑了小人 而另一边那只老虎已经奄奄一息 下人们也议论纷纷 都猜测皇上会将其赏赐给贤妃娘娘 此时纪无救也来到了贤妃的住处 正在洗漱的贤妃受宠落惊 连忙向皇上俯身请安 纪无救刚把她的爱妃搀扶起来 就看见了桌面上的那只袖剑 嫌妃见她拿起那只袖剑不明所以 当即释放彩虹屁 听说皇上宁今日裂到一只牢 皇上真是盖世英雄 然而纪无救根本没心思听她的奉承 满脑子都是在想叶真真 要是当时没有逼她卸下袖剑 想必也不会致她于那样的闲境 纪无救越想越自责 一把将剑丢回了桌上 转身来到了太后府上 叶真真老激动了 纪无就居然要把大老虎赏给她 纪无就见她这么激动都无语了 你赶紧好好坐下 你这腿伤未愈 太医都说要休整近三个月 太后赶忙倾咳一声准备放大 你行动多有不便见得怪可怜的 伤筋动骨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好好休养 在这伤好利索前 你就不用天天往哀家这跑了 叶真真才不吃这一套连忙推辞 这伤并不碍事只不过是磨个功夫 还是怎么敢因此拖大呢 太后继续进攻假惺惺的说道 你们平日里的孝心哀家都知道 你平日辛苦操劳这六宫之事 如今受了这么大的伤 就应该修身养性 少让他们拿所事烦你 说着便将贤妃叫到身边 哀家想着让贤妃帮你料理一下 你看如何 叶真真皮笑肉不笑 就知道她这是在这等着我 随后叶真真直接与纪无就对世上了 赶忙转向矛头 此时皇上一下如何 纪无就点了点头 皇后既然受伤了就应该尽心修养 叶真真也不推脱了 既然皇上和母后都如此关心我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少不得偷个懒寿用几个月 太后见状笑得合不拢嘴 哪知叶真真话风一转 只不过这六宫之事无杂得很 不知贤妃可能胜任 贤妃也丝毫不怯查 臣妾虽愚钝 也愿竭尽全力为皇后娘娘分忧 叶真真一点也不给她留情面 既然愚钝 你一个人恐怕是不中用的 随即喊来装飞 命她在自己养伤期间 让她和贤妃一起协力后宫 等丫鬟推着叶真真回到昆明宫 丫鬟便开始为她打抱不平 娘娘宁救人太后 他们这般欺负您 要我说她根本就不是关心您的伤 叶真真也很无奈 那本宫又有什么办法呢 太后和贤妃如今强强联手 贼心不死一定要算计武 本宫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庄妃只要听话不捣乱 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件衬手的武器 而且尚在禁足的丽妃也是一个愚患 她若是复宠 恐怕第一个就得寻我报仇 丫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丽妃娘娘的要禁足两个月呢 后宫嫔妃如此之多 还能轮得到她妇宠吗 叶真真心里却是清楚得很 既无就作为皇帝是明君 内心装的都是江山设计 至于女人只要足够漂亮 愿意第三下四轰轰她 她就敢照单全收 不过叶真真才不想去想那么多 现在她只想好好放松一下 随后一名太监禀告道 娘娘您要找个人来了 只见那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异乡人 给她带来了一堆新鲜玩意儿 叶真真兴奋地拿起望远镜 正玩得起信时 却看见了几张熟悉的面包 吴德皇后太倒霉 前脚摔断腿后脚被夺权 叶真真直接摆乱不干了 随后便来了个金发男 桌上一堆西方来的新奇玩意儿 哄得叶真真根本合不拢嘴 下一秒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是她心心念念的家人来了 下人也很有眼色地退了下去 奶奶和娘亲见她腿受了伤可心疼了 叶真真好不容易安抚好他们 就听见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纪无旧居然又要添小老婆了 后一秒又嘴硬起来 她纪无旧添小老婆关我什么事 隔日叶真真见到纪无旧就上下打量 最后还是没忍住问起了许卫荣的事 前日听母后说齐许妹妹 说是个聪慧美貌之书打理的女子 结果纪无旧的回答简直要枪死人 她要比你大两岁 而且这件事母后已经和朕提过了 叶真真也不再拐弯抹角 那么皇上觉得如何 纪无旧却是直接让她自己拿主意 叶真真却还是想套套纪无旧的想法 好歹是给名那妃子 自然是要问一问皇上的意思 纪无旧没说话看了叶真真好一会 叶真真完全摸不着头脑 纪无旧这才缓缓说起 她是正儿时的玩伴伶俐可爱 朕自然希望她能入宫长半左右 皇后看着半把 叶真真闻言一乐 瞬间明了她的意思应下了此事 暗暗想到不能让许卫荣进宫 可是是与人为许卫荣竟然还是进宫了 纪无旧脸都黑了 她怎么不知道这事 贤妃见状赶紧邀功 这是臣妾和母后商量后的意思 虽然六宫之事该由皇后娘娘做主 但是臣妾既然正在协理后宫 少不得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太后也立挺起了贤妃 贤妃不也是为皇上你考虑吗 容而打小跟在哀家身边知根知底 既然皇上你也说喜欢人家 皇后应该没有意见吧 叶真真也不好说些什么只能说 没意见 皇上喜欢就好了 回去后纪无就苦恼透了 叶真真见她愁容满面 觉得还是不打搅她为好 紧接着改善起了自己的鸟冲突 纪无就突然好奇地凑了过来 听说你经常把蝉蝉赏给别人 叶真真文言心虚地承认了 嫔妃侍奉皇上 做皇后的自然是要赏的 纪无就又问起了那蝉蝉的特殊意义 叶真真想了想蝉蝉的意义 渐渐地陷入了沉思 随后就开始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意思是他们都是癞蛤蟆 您是天鹅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纪无就都被逗乐了 那你呢 纪无就见叶真真这么说都有点怀疑 你真的是这么看他的 叶真真点点头小声地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古书上记载嫦娥奔月 最后化为了月经 所谓月经是蝉蝉的别称 纪无就都醉了那还不是癞蛤蟆 叶真真见他坐在了自己身边 赶紧喊逢有得把牌子端过来 纪无就直接给他拦住了 我们两个不是一对天鹅吗 你想让朕去找哪个癞蛤蟆 叶真真都惊呆了 自己都已经是伤残人士了 话还没说完就被纪无就打断了 不过是在这里歇息一晚 皇后想到哪里去了 随后便让叶真真先睡自己继续披折子 纪无就终于忙完了 刚进被窝就看见了叶真真的甜美睡颜 正看得入泥 突然身上传来一阵异动 叶真真居然不安分地在他的胸口挠动 挠得纪无就憋红了脸一动不敢动 内心却是早已像是沸腾的火山 抑制不住地不断爆发 看着叶真真熟睡的模样 纪无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直接点了叶真真的安眠穴 牵起了他的鲜鲜御手 在夜色中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 日上三宅叶真真才迷迷糊糊地醒了 纪无就正在披着奏折吃着早膳 叶真真却整个人都猛猛的 总觉得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一直在盘着两颗核桃 纪无就直接嗅得一口水喷了出来 心虚地站起身说是要去上早朝 纪无就和冯友德一前一后地走 冯友德习惯性地问道 皇上今晚可须端来贤妃娘娘的牌子 纪无就低眉想了想便拒绝了 另一边贤妃那边丫鬟极坏了 皇上自从上次夜宿坑宁宫之后 已有近半月不曾踏足腰月宫了 贤妃顿时眉头紧皱 难道皇后对皇上说了什么 丫鬟担忧地提醒道 娘娘皇后娘娘行事莫测防不胜防啊 贤妃绣花地手一顿 仔细地回想着近来发生的一切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惹得皇上不高兴了 但是皇上他又到底在忌讳什么 突然一声禀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娘娘 寒光殿的宫女小竹正跪在外头 说是有要事禀告 贤妃心里一惊 寒光殿不是庄妃所在的寝殿吗 庄妃投靠了以后 我要月宫和寒光殿向来不合 这是满皇宫的人都看在眼里 怎么寒光殿有事倒跑到要月宫禀报 贤妃想了想还是让他进来了 小竹跪在地上开始述说 贤妃闻言面色越来越凝重 赶紧询问他是否亲眼所见 此事干系重大 但凡有一点错出掉脑袋都是轻的 小竹下得赶紧趴在地上 回娘娘 奴婢所言千真万确 要是撒谎就让奴婢不得好死 永世不得超生 贤妃却还是有些疑惑 此事你为何不向你的主子庄妃禀告 小竹颤颤巍巍地解释道 奴婢知道贤妃娘娘最是公正言明 贤妃赶紧打断他 直接叫上秋风带上小竹去寒光殿 贤妃一到寒光殿气势逼人 孙贵人可是居住在姐姐的寒光殿 庄妃的眼睛一米很是不爽 妹妹可真是明知顾问 随后又让绿珠把孙贵人叫过来 谁贤妃直接拦住直接问道 孙贵人的卧房在哪里 自己要亲自去一趟 庄妃闻言一丝不安一闪而过 随后一众人赶往孙贵人的住宅 走在路上庄妃心里越来越不安 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赶紧跟丫鬟巧声地说道 一会要是看到不对 就赶紧去昆宁宫找皇后娘娘 孙贵人一见这么多人顿时受宠若惊 姐姐们来了怎么也不知会妹妹一声 贤妃却丝毫不搭理她 直接让人好好给她搜 在一顿翻找之后果然找到了一些东西 竟然是男子的衣衫鞋袜 孙贵妃直接惊得跌在了地上 贤妃阴冷地说道 此男子义物出现在你寝殿之内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孙贵妃赶紧解释 臣妾不知此物从何而来 臣妾是被冤枉的 说完又转身扑向庄妃 臣妾居于韩光殿中 平素如何为人娘娘是知道的 而庄妃却是留下了冷汗 这孙贵人真是急糊涂了 韩光殿出了这种事 我这个义工之主也是要避嫌的 哪能现在开口为她说好话 贤妃还是板着脸铁面无私的模样 冤不冤枉一审便知 左大元去请皇上一驾此处 修风带几个人暂时守住韩光殿 宫女太监们许进不许出 庄妃闻言很是不爽 妹妹这又是何意 贤妃看都不看她一眼 姐姐莫要多想 万一孙贵人真和旁人有个什么 未免风生走漏使肩夫提前逃窜 倒不如把这里看延仙 等皇上来了再行财夺 不相干的人也好必一臂嫌疑 庄妃一眼便看出了贤妃的小心思 既然如此 不如把皇后娘娘也请来一起财夺 贤妃却认为不可行 一则后宫之事赞由你我二人协力 不好拿这些事扰房皇后娘娘 二则孙贵人若是果真与人有染 想必也不在这一两个月 皇上思及此 怕是要责备皇后娘娘 治理不言之果 不若暂时不见得好 可庄妃那里不知她到底怎么想 说得情真意切 听得倒是为皇后着想 实则只是想在皇上面前露个脸 再顺道踩一脚旁人罢了 另一边叶真真得知此事都要气死了 庄妃不是贤妃的对手 她还真是心急 这么快就要对本宫出手 夙风一听却是胸有成竹 娘娘不必担心 不管此事是真是假 也烧不到昆宁宫来 叶真真倒是觉得那可未必 事发在寒光殿 再者既无就这个人 隔三差五就要来找我麻烦 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她哪会错过 最后就是贤妃 她表面上一副 清清白白与世无争的样子 但孙贵人多半是被陷害的 就怕她为了一己之私忘断 此案冤枉好人 而另一边皇上早已开始了审问 既然人这无证据在你还是招了吧 孙贵人却是白口莫辩 只能干喊着冤枉 贤妃也发挥起了她高超的差异 孙贵人 本宫知道皇后娘娘平日 带你们宽厚体恤 你们这些奸人却得寸禁止为妃作胆 今日之事你若不从实在交代 可是不能善了的 随后又偏向季无就问道 皇上 因您之见 该如何处置此事 季无就也不想多说 现在后宫之事既然交云你们管 爱妃做主便是 只不过既然认定她有罪 爱妃定要早些把另外一人揪出来 贤妃其实心里也没底 她也不知道孙贵人是否真的有罪 不过是到如今也没有退路 刚想要继续对孙贵人严加拷问 后宫正主便气定神贤的到了 叶真真没好气的说道 皇上 不知这里有什么热闹是我看不得的 贤妃一副体贴的模样回道 皇后娘娘恕罪 这件事是臣妾自作主张 怕打扰皇后娘娘敬仰才未告知 叶真真都无语了 本宫在和皇上说话你巴巴个啥 既无就一见到她内心的愉悦肉眼可见 此处正在断案人证物证据在 皇后有何高见 叶真真并没回她的话 而是让人把搜出的那套男子衣物再呈上来 随后又冷着脸问通风报信的小竹 你说见到有男子进入偏店孙贵人卧房 是在几十几颗何方位 小竹没脑子的瞎编道 是在昨日的42颗偏店花窗之下 奴婢亲眼看见她翻窗而入 叶真真的脸直接黑了 皇帝过期老乡好闭眼瞎断案冤枉好人 只为财上皇后一脚夺得皇帝青睐 无得皇后得知气到心梗 赶忙前往韩光殿救人翻案 直接霸气质问原告小竹 你说见到有男子进入偏店孙贵人卧房 你可知是在几十几颗又是何方位 小竹满口无舟说 亲眼看到那人翻窗而入 是在昨日42颗偏店花窗之下 叶真真都无语了 这人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 42颗宫门都没有啰嗦 难不成这个男人 就是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人家闺房 当人家看守的太监都是死的吗 那就算是那人武力高超翻墙进入 并且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可再来说说这证物 这套衣服可谓是崭新的 只有衣料的气味压根没人穿过 如果这是从侍卫身上脱下的 应该是半旧的才对 贤妃表示不服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万一这衣服是孙贵人做了送给她的呢 叶真真也不急抚摸这衣料很是淡定 从这衣服的用料和针脚来看 应该是大内侍卫们统一发放的 兵部下发的衣服 都是由户部都领民间的制衣局所做 而说到户部 贤妃娘娘应该比我更加熟悉吧 贤妃闻言猛然一惊 赶紧可怜兮兮的看向皇上 叶真真才不给他这个机会 想要眉目传情也麻烦稍等会 本宫正在办正事 虽说这衣服和侍卫的衣服一样不假 但绝不是任何皇宫侍卫的衣服 皇宫侍卫都是有编号的 按照牌号每个侍卫对应一个字 这个标号是要绣在衣领之上确认身份 但这件衣服内领没有绣任何字 所以说孙贵人怕是得罪了什么人 便想了这么个歹毒的计策想致你死 还连累到皇室名誉其心可诛 然而这个计策漏洞百出 贤妃却不顾青红皂白 先让你把罪名坐实了 这皇上的名声于不顾也太糊涂了 贤妃下得赶紧解释 臣妃也是心急于皇上的亲民 想要尽快料理此事才会如此 况且物证虽是可疑可认证摆在这里啊 小竹他不是亲眼所见了 小竹文言赶紧配合着附和 奴婢确实亲眼所见 叶真真吃笑一声 便命宿风把小竹房内搜到的可疑物拿出来 只见宿风拿出一大把银两 一个小宫女怎会有这么多的银两 我看怕是有人托你诬陷孙贵人 所以才会许了你这些东西吧 本宫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实话 倘若让我查出来 话还没说完 小竹就立马趴下说出事件的真相原委 这才得以真相大白 结果第二天侍卫就来报 孙贵人上吊自杀了 叶真真都还在猛逼哪个孙贵人 死了没 侍卫冷汗都下来了 是昨天被冤枉的孙贵人 没死被庄妃娘娘救下了 娘娘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叶真真都无语了一大早就作妖 一看就不是真心想死 把这件事回禀给皇上就好了 又命苏月挑几件首饰赏给孙贵人 就说我说了 她的清白和真烈皇上和本宫都看在眼里 以后也不会有人敢说她的闲言碎语 不许让皇上和本宫为她担心 随后侍卫便来报 皇上给孙贵人进了两集成了正无品 还特赐了个封号以表彰其劫列 叶真真闻言便觉着 纪无就这次出手阔绝心情应该挺不错 当即就找到了纪无就表明自己的想法 纪无就听了都觉得匪夷所思 你想在国子健加之西学博士 可国子健是官学向来只有五经博士 西学博士倒是从未有过 叶真真确实想在国子健加之西学博士 近日我一直在研究西洋人的典籍 虽有些是不经之谈却也有些东西 我一个女流之辈学这些东西未必有大用处 不如让更多人看看西方如何格武明里的 纪无就觉得此事还是得从长记忆 叶真真一听就急了 不能从长记忆要越快越好 若是怕人心不服我亲自便担任 想来他们也就不敢说什么了 纪无就还是觉得不同 言论仪式不是权威可以压付住的 而且你一个女流之辈 会入男人群中成何体统 叶真真还想说些什么 却直接被纪无就打住了 你先告诉朕为何如此心急此事 叶真真深吸一口气说出了他的忧虑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我们并不了解 更可怕的是他们有强大的武力 这样的对手虽然不在卧塔之侧 却也不得不防 与其等他们打上门来 不如我们先去了解他们料敌先机 纪无就还是不解 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打过来 叶真真面色民众地解释道 他们的皇帝公然支持抢劫 他们的强盗只要从外面抢了钱回去 就能成为那的大英雄 他们之所以现在没打到这里 一是因为我大七国强大能威服四义 二是因为远渡重阳到这里开战耗费巨大 不是他们目前所能承受的 现在形势虽是如此 但以后的是谁又能预料 纪无就文言陷入了沉思 叶真真见他半天没反应 呆呆地喊了他一声 纪无就这才回过神来 你想得很长远 朕自叹不如 叶真真不还意思地低下了头 皇上过奖了 我这人愚顿憨志看到什么说什么 不及皇上胸中自有万里秋贺 纪无就文言眼中的笑意更深了 朕要赏你 你想要什么 他却还是低着头说他什么都不缺 纪无就喊他抬起头来要好好赏他 这一抬头叶真真眼睛都看直了半天没说话 纪无就看着他这副模样都乐了 你在想些什么 叶真真呆呆地直接脱口而出 我在想 你长得真好看 这话一出两个人瞬间爆红了脸 纪无就不确定地在心里想着 我刚刚算不算被这小丫头调戏了 当即捏起他的下巴打算调戏回去 朕长得好看 原来这就是你想要的奖励 就在这暧昧时刻嘎吱一声打破了这一切 纪无就满脸气愤地瞪着进来的侍卫 什么时候来不好 偏偏这时候来坏他好事 随后又拉上屏风一本正经地问他有何事 这才得知是太后娘娘请他去慈宁宫 商量许家大小节入宫封策的各项事宜 一到慈宁宫太后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日挨家换宁来 就是想要讨论一下容儿他马上就要进宫了 这品集和礼仪也差不多要操办一下了吧 叶真真心里暗暗想着 最好不要让这女人地位太高 不然又是一个麻烦 而太后心里所想却是相反 两人当即开始了一番唇枪舌战 最后叶真真完胜 太后赶紧看向一旁的贤妃 想要他出来帮他说两句 贤妃立马想到前几日的事情 最近本来就惹得皇上不高兴 皇上又不喜欢他插手许卫荣的事 他当即假装看不见一动不动 太后见状又盯上了纪无旧 纪无旧赶紧扭过头去一副与我无关的模样 太后人都妈了倒不懂今天怎么 之前这两个人不都还挺支持的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许卫荣只被封了个正六品才人 纪无旧推着叶真真走在路上打巨道 看不出来你杀价的本事还挺高明 叶真真闻言一下就飘了 那当然 以后您要是废了我 我出去经商没准也能当个一代名家 听到这里纪无旧停下来脚步 正什么时候说不要废眼 叶真真沉默 心想着等他说的时候就晚了 纪无旧见他这个反应满脸失落 张开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却还是没说出口 但在心里却坚定的想着一定不会废了他 回了昆宁宫叶真回想着进宫后的一切 在这一天天的又要疲劳应对各种算计 又要提防纪无旧挖坑 最要命的是他举着把刀 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 他毕竟是皇帝 他可以让我生也可以让我死 想到这里便跟素风打了个招呼 本宫想一个人出去透透气 素风不放心地在后面追赶着 担心他的腿上没好一个人出去不方便 可还是被叶真真拒绝了 叶真真拿着鸟冲到了一棵树下 而此刻素风也不放心躲在附近看着 叶真真拿起鸟冲瞄准树上的鸟窝 扣动了半肌 下一秒鸟冲强大的后座力就把他给震翻了 最要命的是他掉进了旁边的壶中 素风吓得赶紧喊人 就在这时一道黑影闪过 一把把叶真真捞了上来 素风傻愣在了原地半上才反应过来 是陆统领救了他家娘娘 叶真真被枪得不行剧烈地咳了起来 这可把陆统领给吓到了 真真你怎么样了没事吧 叶真真看到是他突然呜的哭了起来 一边哭着一边还喊着表哥 陆统领无奈极了 只好拍着他的被温柔安抚着 素风见状赶紧让侍卫去抬皇后娘娘回去 侍卫刚碰到叶真真的腿 叶真真就被疼得吸了口冷气 刚想把叶真真送出去的手立马收了回来 陆统领当即一脸怒气地瞪向侍卫 面对素风和侍卫的错愕 陆统领直接无视抱着人就走 还没走两步就迎面撞上了纪无旧 纪无旧刚看清楚陆统领怀里的是叶真真 素风赶忙解释 皇后娘娘不慎落水 陆统领这才会送娘娘回宫 陆统领也连忙附和 微臣救主心切冒犯娘娘奉提 请皇上降罪 纪无旧接过他怀里的叶真真 直接给陆统领供过香槟 随后便亲自抱着叶真真回宫宁宫 叶真真在路上还不老实 你快一些走我要冷死 纪无旧顿时没好气地囊囊道 这么挤你腿不要 还有你方才怎么哭了 叶真真闻言也不说话 就说在他怀里哼唧唧地想着 要你管 看着怀里不吭声的叶真真 纪无旧渐渐露出了心童的神色 不由地感叹道 朕可从来没见过女姑 我的皇后 随后太医诊断过后便叮嘱到 皇后娘娘受了寒气要好生调养几日 最要提防的就是发烧 纪无旧的眼神却落在了叶真真的手上 手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 叶真真一副没事人那么样淡淡地回道 是枪使鸟冲炸糖把我手震裂了 纪无旧顿石木 叶真真作为皇后 不仅把腿摔断了 还不小心掉进水池里 手还被鸟冲炸伤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在卖坦博同情呢 皇上看着叶真真浑身是伤 气就不打一出来 呵知他太能胡闹了 鸟冲这种危险物件 是能随便玩的吗 叶真真受不了 他牢牢叨叨叨的 听得头都大了 索性把头蒙进 被子里念起了清新咒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忽然他想到他的鸟冲 还没回收 于是他连忙吩咐 网友才去把鸟冲捡回来 可继无旧心想他打 还惦记那破鸟冲吗 他让逢友的去捡 捡完直接送到乾清宫去 叶真真不高兴 那可是他费尽心血自制出来的 纪无旧却觉得那是他的东西 毕竟 就连叶真真这个皇后都是他的 随后纪无旧 给叶真真下了一道圣主 内容是他以后 不能玩鸟冲 然后就去养心殿 办公去了 入夜后 叶真真发烧了 宿风和宿月给他喂药 可是怎么喂都喂不进去 宿月只好来到养心殿 请纪无旧过去 纪无旧过来之后 把叶真真抱起来 掰开他的嘴 总算把腰喂了进去 然后他吩咐宿风和宿月去休息 今晚他自己在这里就可以了 叶真真 平时总是很威风的模样 如今这副柔弱的样子 倒是把纪无旧给看呆了 熟睡的叶真真 忽然说起了梦话 他哭着祈求爷爷 不要把他嫁表皇帝 这些梦话和那眼泪都做不了假 统统被纪无旧看在眼里 纪无旧也很无奈 一步想嫁 我又何曾想取 但现在目已成舟 以后也只能凑合过日子 想着想着 他就趴在床边睡着了 七和二年的第一场雪 我也不知道比以往时候来的 更早还是更晚了一些 只知道叶真真很想出去 看到皇宫的雪景 可是素月以他的并没好为由 不让他出去看雪景 叶真真气鼓鼓地 拿皇后的身份施压 素月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包得严严实实的 叶真真兴致满满地来到梅园 雪景倒是没看到 只看到六宫妃子 都聚集在一起 很是热闹 凑近之后 才恍然大悟 妃子之意不在梅 皇上也发现了叶真真 撂下众多妃子 不管 来询问叶真真 身体好些了吗 其他丽妃派和贤妃派的姐妹们 都眼巴巴地看着她 也不知 是羡慕还是嫉妒 亦或是两者皆有 只有庄妃 亲密地跟叶真真互动 皇上提议到梅社这边休息一下 倒是意外地遇到了 刚刚解禁的丽妃 此时 她正孤身一人 采摘梅花 经过两个月的禁足 丽妃 看起来憔悴了很多 她对叶真真恭敬的行礼 并且道歉 继无就把这些看在眼里 心里有的那些气也都散掉了 并且准备去丽妃的寝宫那边溜达溜达 叶真真 看着继无就和丽妃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 看起来 丽妃是真的要负重了 而贤妃那边应该不会坐以待毙吧 再加上那个快进宫的许惟荣 叶真真不禁期待起来 这宫里啊 怕是要有热闹桥了 案例 位分是财人的话 在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是分不到座位的 但是许财人可不是一般的财人 她可是太后最为宠爱的侄女 是皇上小时候的玩伴 才刚进宫 皇上就去她的寝殿留宿 今天第一次来昆宁宫请安 叶真真也要给她一些面子 给她安排了座位 六宫廷妃们 早就听说了这个许财人的传说 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一时间话题都围绕许财人展开 只是明明众多姐妹们都在夸奖她 虽然语气都带着酸溜溜的味道就是了 但许财人的脸色却变得有些黯然 昨晚皇上在她那里留宿是没错 但是皇上是全程对着墙壁睡的 都没碰她一下 叶真真作为皇后 要给心爱的姐妹们一些赏赐 她准备赏赐许财人几串香木手串 虽然她更想宋玉禅出来着 可既无就强烈反对这一行为 也就只好作罢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珍贵东西 可还是引起了下面两个 我也叫不上名字的妃子的惊呼 这手串和皇上手上戴的竟然一模一样 皇后娘娘真的舍得 叶真真心想要糟 难道她把皇上赏她的东西 转手赏给别人了 随即她用疑问的目光看向了素玉 素玉小声解释 这些手串是皇上亲自说的 说是可以随意分享下去 叶真真这才放心 刚刚两个姐妹说的话 许财人一字不落都听见了 她看着手串有些响入翩翩 其实也不怪她 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皇后故意为之 一日 许财人在给太后请安时 眼睛一直瞄着皇上看个不停 倒不是因为纪无就长得帅 而是想要确认她的手上 是不是有那种手串 果然 纪无就手腕上的手串和她的那串绝壁 就是情侣款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一出 慈宁宫就抱着纪无就的胳膊 傻笑个不停 纪无就受不了她傻里傻气的样子 就问她为什么傻笑 许财人洋洋得意地 把两人的手串放在一起展示 这是皇后娘娘 给我道 不料 纪无就听完她这番话之后 竟然把她的手串摘下来 然后塞给许财人并表示 既然你很喜欢 那就都送给你好了 接着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许财人 独自在冷风中哭泣 这个皇后的日常工作 不是管理六宫 而是每天变着花样 给皇帝添堵 这天 纪无就正在批阅奏折 昆宁宫的小太监 一脸绝望地告诉她一个好消息 说是皇后娘娘疯了 纪无就来到昆宁宫的时候 宫女们都在抬头45度 仰望天空 纪无就鬼使神拆地跟着 看了过去 可下一秒 她就差点裂开 她的皇后 竟然站在屋顶仰天大笑 她连忙吩咐网友才搭梯子上去 把叶珍珍接下来 可网友才才上到一半 就被几声开山裂石般的巨响 吓得从梯子上掉下来 在场众人循着声音 看了过去 只见叶珍珍 只给他们留下一个英气的背影 不知是有意 还是无意地 挥舞着手里的鸟冲 只是这样震撼的一幕 被她的一句话打破了 她正在搭梯子准备营救她 可纪无就却对叶珍珍大声呼喊 她让叶珍珍跳下来 她会在下面接住 叶珍珍会跳吗 要知道 她俩平日里的关系可不怎么样的 不过她犹豫了0.3秒之后 竟然真的朝纪无就怀里跳了下来 纪无就稳稳地接住了她 这俩人一通操作下来 把旁边的宫女太监们都秀麻了 安全落地的叶珍珍迫不及待地和纪无就 说了三个字 六连发 纪无就愣了一会之后 仰天大笑 那蜂魔的模样和之前叶珍珍的样子如出一辙 素月几人大惊失色 难道说皇上他老人家也疯掉了 其实是叶珍珍改良了鸟冲 使之可以做到六连发 这样一来 火冲完全可以大规模运用到战场 纪无就非常开心 让叶珍珍随意开口 要什么奖赏都可以 叶珍珍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要求 她想弄个武德将军当当 这里要注意一下 是武德不是武德 纪无就高兴之下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并且还脑袋一热 多给了叶珍珍一个虎头令 只是 这个虎头令却在不久的将来 让纪无就大呼吼 这个皇后是个狼人 她居然在自己的两个贴身宫女面前 嘲笑皇帝 原来是太医传来的消息 说是王昭仪有了身孕 叶珍珍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当朝皇帝纪无就没有儿子 以前只有过一个公主 却没到一岁就妖了 不过她对于王昭仪怀孕这件事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叶珍珍可没打算给她生孩子 反正不管将来谁的孩子 登上至尊之位 她也是稳稳的太后 所以叶珍珍没心没肺地嘲笑皇帝 对于传宗接待这件事不够努力 只是笑着笑着差点哭出来 因为皇上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她背后 既无就听到了叶珍珍 刚才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了吗 或许听到了或许没听到 不过都没关系 因为她已经喝醉了 抱着叶珍珍就要耍酒疯 叶珍珍嫌弃地推开她 问她王昭仪都怀孕了 你为什么不去陪她 喝醉的 既无就没有回答她 反而巴基一下亲了她一口 接着就把她抱起来丢在床上 叶珍珍大呼不妙 既无就这是要来真的 她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大姨妈来了 可既无就根本不信 能用的借口她都用遍了 完全没有办法了 叶珍珍只好认命 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吧 可是一想到 这个狗东西 还有那么多女人 叶珍珍就隔应 紧接着就是一阵反胃 甚至当场越了出来 既无就这个时候 就好像忽然醒酒了一样 生气地看着叶珍珍 你就那么厌恶朕吗 大气皇帝既无就最近 对谁都黑着一张脸 好像谁都欠她五百万一样 朝廷官员们都在好奇 皇上这是怎么了 却无一人敢去问皇上 因为就连权倾朝野的叶首府 都被皇上无故敲打了 为高权重的方次府 也是非常好奇 但他同样不敢去问皇上 只好找到了皇上的贴身 那是冯友德旁击侧敲 他害怕是自己的孙女贤妃 惹皇上不高兴了 不过冯友德笑呵呵地表示 肯定不是贤妃的问题 因为前几天皇上 从昆宁宫出来之后 才变成这样的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之后 方次府到谢离开 不过他们的谈话 都被一个躲在柱子后面的小太监 听到了 等到方次府走远之后 他屁颠屁颠地追上了冯友德 然后渐渐地提醒冯友德 我说冯公公 您就没往哪方面去想想吗 皇上真羞欲赚吃多了 是时候换换口味了 冯友德秒懂 抄起家伙 就是一顿揍 不过揍完之后 他还真的认真考虑起这件事 好家伙 这下真的是 皇帝不及太贱急了 与此同时 纪乌就正在凉庭抚情 许才人随着他的情声翩翩起舞 好一对野鸳鸯啊 叶珍珍如是想到 叶珍珍忽然倒来打断了 纪无旧的节奏 而没了节奏的 许才人不知有意 还是无意 脚下一个不稳跌坐在地上 纪无旧连忙把他从地上扶起 许才人顺势贴在他身上 娇羞地对他说 表哥 你刚才谈得太快了 可叶珍珍在他身后 语气冰冷地表示 什么 见了本宫都不行跪拜灵吗 许才人不想丢了气势 就扯了扯纪无旧的袖子 想让他帮忙说句话 可纪无旧却毫无表示 他没办法 只好乖乖行李 本以为这样叶珍珍就会放过他 不料 叶珍珍还要继续追究他刚刚 没大没小地称呼皇上为表哥的事情 要罚他去昆宁宫门口跪上两个时辰 不得了 堂堂皇帝居然要去青楼解决问题 话说许才人已经在昆宁宫门口跪了两个时辰了 昆宁宫的小宫女们正在窃窃私语 他们很纳闷 按说这许才人是太后的侄女啊 皇上居然不顾太后的国面 就让他在这跪着吗 不知道太后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想啊 他们不会知道 太后现在都在想着怎么切割了 他费尽心思把许才人弄进宫 本意是让许才人和贤妃 联手把叶珍珍给拉下马 不料他的左膀右臂居然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 贤妃觉得和许才人牵扯在一起会触眉头 许才人则觉得贤妃心眼多 不愿来我 太后现在急需另外一把刀了 镜头给到叶珍珍这边 她一边玩着鲁班索一边 和速封速月姐妹俩指点江山 她推测丽妃和许才人会联合起来对付她 因为他们都和叶珍珍有仇 一个地位高 一个心眼坏 两人凑在一起 可谓是珠连闭合 狼狈为奸 速月急了 她担心叶珍珍该如何应对 可叶珍珍却毫不在乎 区区两个坏女人 她根本不放在眼里 前提是皇上不要帮他们 这个时候 两姐妹不得不提醒一下 他们的皇后娘娘 您之前可是把皇上狠狠地得罪了一番 说起这个就来气 她可巴不得纪无就永远别来 这个时候 速月忽然想到一件事 她透到叶珍珍耳边 小声说着 据说 今天皇上神神秘秘地去了一个地方 冯有德真的带皇上来轻柔 说是 可以解决她的问题 白都来了 纪无就暂且信了她的邪 可她对一拥而上的妹子们毫无兴趣 她要找翠方楼最好的姑娘解决问题 很快她就被带到了柳月姑娘的房间 刚一坐下 既无就直奔主题 只见她把一叠银票拍在桌上 然后一脸正经地问柳月 我问你 一个女人 怎样才愿意对一个男人仇怀送抱 巴奎柳月姑娘做梦都没想到 她会输给一个经验丰富的姐妹 话说 皇帝被逢有的忽悠到青楼来了 她寻思着这里的女子 或许还真的能解决她的问题 于是 她不惜 花费重金 只求柳月回答她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让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一个男人 可是柳月姑娘乃是一个清官人 人家还真没与任何男子有过肌肤之亲 怎料皇上得知她没碰过男人之后 却露出一脸嫌弃至极的模样 然后 在她无比震惊与挫败之下 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妹子过来 经验丰富的红云姑娘刚一进屋 就贴到了纪无就身上 纪无就没好气地一把把她按在椅子上 然后故技重施 拿出一叠银票拍在桌子上 并且提出了先前的问题 红云调笑道 这位公子 您这么帅气多精 不知是谁 见了 您还会不动心呢 纪无就表示 有一个女人 不愿意让我碰她 红云理所当然地以为对方是个姑娘家 肯定是在害羞呢 因为纪无就不想说是自己的老婆不让她碰 所以 她支支吾吾地回答 对方已经嫁作人妇不是小姑娘了 红云在心里大呼握淘 感情这个公子哥 是调戏人家有夫之妇的下流胚子 但为了钞票 红云还是委婉地告诉她 那位姑娘 肯定是心有所属了呀 然后 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但那个人不是你哟 听到这个答案 纪无就差点两眼一律 气晕过去 在她回皇宫的时候 正好看见 让她怒火中烧的一幕 皇后和她的表哥 在一起有说有笑地放松着 她一下子 就联想起了红云给她的答案 这个皇帝有点惨 先后有过几个孩子 结果最大的一个都没熬过一岁生日 就一命呜呼了 前些天王朝夷有了身孕 她还高兴了好一阵子 却没想小太监 又给她带来一个坏消息 王朝夷流产了 叶珍珍作为皇后 得到消息 自然也要到 王朝夷这里搞清楚情况 可前脚刚进门 后脚还在门外呢 就被太后呵斥 要让她跪下 叶珍珍有些无语 这啥情况啊 这怎么我刚来就这么款待 太后怒气冲冲地表示 亏得她日日烧香送活 却没想叶珍珍妒忌心切 残害王朝夷 哼 原来如此 叶珍珍只觉得 她这皇后没白当 这一天天可太热闹了 有什么坏事都往她头上扣 可叶珍珍也不会坐以待毙 她先是看了看皇上的态度 只见她正黑着一张脸生嫩气 叶珍珍了然 看来皇上非常在乎这个孩子 打算袖手旁观 于是她冷漠地回对太后 说太后烧香拜佛 不管用那是她自己心不成 可不关她叶珍珍的事呢 凡是要讲证据 凭这些就定当朝皇后的罪 不觉得荒唐吗 太后早就想扳倒叶珍珍不假 这次有证据也是真的 王昭仪被人用鸟冲打伤失血 再加上受到了惊吓 多种因素叠加下导致了流产 一时之间 叶珍珍也沉默了 难道真的是她派人打伤了王昭仪吗 毕竟后宫之中 只有她持有鸟冲 但叶珍珍沉默的原因是纪无旧的态度 因为纪无旧明知她 没有火药和钢珠 她上次玩完之后 全部被纪无旧收走了 还专门派人盯着 她不让她再玩 可现在纪无旧明显不愿意帮她证明 哼 无愧是你啊 纪无旧 既然没人愿意帮她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叶珍珍平静地转身离去 并且表示 五日之内 必会为皇上死去的孩子讨一个说法 皇上得不到皇后的心 只求得到她的人 叶珍珍被诬陷 皇上却无动于衷 按照叶珍珍的性命 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 她笑着对纪无旧说 恭喜皇上了 看我孤军奋战 你现在一定很开心吧 只是她明明在笑 说话的语气却很冰冷 纪无旧 并没有回答她的话 反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 叶珍珍 你喜欢你的表哥 对不对 叶珍珍觉得 她一定是疯了 纪无旧一步一步地逼近叶珍珍 同时一件一件地说出了 她调查出来的问题 你们一起长大 一起读书练舞 甚至你在遭遇老虎性命攸关的时候 都没有哭 但你却在她怀里哭泣 而且明明她身为统领 会随身佩戴火虫 可你宁愿自己蒙冤 也不愿提及她的嫌疑 并且我还知道 你爹甚至想要把你许配给她 可你爷爷最后让你嫁给了朕 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呀 朕的皇后 疯了 叶珍珍只觉得 纪无旧是真的疯了 纪无旧见叶珍珍否认她的说法 她忽然搂住叶珍珍的腰 把叶珍珍拉进怀里 然后要叶珍珍用行动证明 这些都是假的 是她在胡说八道 可叶珍珍用行动证明 她是真的不喜欢纪无旧 纪无旧气急而笑 松开叶珍珍 继而宣设主权 不管你心里装的是谁 你永远都是朕的人 这个皇帝见不见哪 皇后越是不想搭理她 她越是想要得到皇后的心 甚至实在按捺不住 居然又跑去青楼解决问题 话说王昭仪被鸟冲 打伤导致流产 后宫公敌叶珍珍 就被列为第一嫌疑人 她立下军令状 五日之内必将凶手缉拿归案 但她只用了一天就将凶手找了出来 实在是对手的心机太过简单 凶手肯定是用的 她先前遗失的那一把鸟冲 可那把鸟冲 需要做一些维修 才能继续使用 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只需要调查一下后宫里 谁对伙计比较了解 或者谁爱好伙计就可以了 很快一个叫乘客的小太监 被带到叶珍珍面前 没有任何废话 只是稍微吓唬了她一下 乘客就全盘拖出了 她捡到了叶珍珍遗失的鸟冲之后 被丽妃发现了 丽妃让她把鸟冲留下来 直到前几日丽妃 命令她用鸟冲去攻击王昭仪 证据确凿之下 皇上冷着脸表示 把丽妃降为苏杰鱼 其他的事情交由皇后处置 叶珍珍小手一挥 先打她四十大板再说 任凭丽妃如何求饶 叶珍珍把头撇向一边 根本不给她机会 那自信且高傲的模样 把继无就看呆了 此时继无就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得到她 画面一转 继无就又来到青楼 找红云请教问题 她这次的要求不再委婉 而是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 我想要得到她 红云脸上笑呵 心里大呼你可真够贱的 不知道哪个女子这么倒霉 被你盯上了 不过为了钞票 红云还是真诚地 为她出谋划策 她推荐继无就 使用欲清故纵的 把戏尸试看 不过继无就 把这招给否了 她认为叶珍珍 肯定不吃这一套 你来请教问题 老师给你出招你又不听 甲方是真的难伺候 当然 红云可不会跟前过不去 她琢磨了一阵子之后 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公子确实帅气又多惊 但她从来都没笑过 这样可不行了 于是她试探性地询问 纪无就会不会笑 纪无就愣了一下 她好像还真的很少笑 于是 她尝试着牵动嘴角笑了一下 这诡异的表情 差点没把红云吓死 红云寻思着 这位公子之所以这么有钱 不会是家里人烧给他的吧 这个渣男在和妹子 亲亲我我的时候 非要喊人家名字 可关键是她喊的是 另外一个妹子的名字 这天贤妃正在和皇上喝茶 只是 皇上明显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贤妃 懦懦地叫了她好几声 纪无就她一脸诸葛像地回过神来 接着抓着贤妃的手 痴痴地叫着她的名字 只是 这个渣男叫的是叶真真的名字 事发之后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 纪无就尴尬地随便找了个借口 敷衍贤妃 然后迅速逃离现场 贤妃 默默地看着纪无就离开的背影 她都已经容忍 纪无就有别的女人了 但她无法容忍 自己成为别人的替代品 人人都说皇上讨厌皇后 原来竟是求而不得 给自己找台阶下吗 此刻 贤妃四世下了什么决定 是要针对皇后叶真真呢 还是努力挽回纪无就的心呢 不过要我说 还是针对叶真真更容易一点 因为与此同时 许台人和苏介瑜 正在商议如何对付叶真真 他们两人可都是恨透了叶真真 许台人本是太后最宠爱的侄女 本来按照太后的意思 她进宫的时候 少说也是能弄个二瓶 乃至一瓶飞味的位分 却被叶真真缴合了 最终 只好按照规定定为六瓶台人 而苏介瑜更惨了 她本来是一瓶立飞 但她谋害公妃和皇嗣的事情 被叶真真查出来了 结果位分被降到了现在的结余 这两人凑在一起 想办法扳倒叶真真 突破口 就是和叶真真一起长大的表哥 陆离 陆统领 叶真真把纪无就扑倒在地上 这是回心转意了吗 虽然已经开春 但皇宫的太叶池 还没画动表面坚硬如实 叶真真见天气不错 就想着到太叶池 管华兵 纪无就 本来要去给太后请安 却中途改道走太叶池 要说 不是为了叶真真来的 我是不信的 这不 当她看到叶真真那发自内心的笑容的时候 她的嘴角也不自觉地挑起了弧度 虽然她自己都不知道就是了 叶真真胆子大的连老虎都不怕 没走几步就不让肃松帮她了 遗憾的是 华兵不仅需要勇气 还需要磨练技巧 她现在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眼看着就要倒在地上了 关键时刻 纪无就往地上那么一躺 当起了肉垫 虽然避免了叶真真摔到地上 但却趴在了她身上 依我看 纪无就现在根本不觉得疼 反而很享受呢 不然她为什么这样一副表情 叶真真看纪无就一副 有些享受的模样 顿时吓坏了 心想 她该不会是摔坏脑子了吧 不料 下一秒计 无就伸手就把她搂进了怀里 拥抱着怀里的家人 纪无就再次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你一定会是我的人 虽然不知道纪无就的行程中 给太后请安是主要目的呢 还是找叶真真才是主要目的 但总归是要来找太后的 许台人在给太后捶背的时候 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询问 叶真真和陆统领之间是什么关系 纪无就听不下去了 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示意许台人不要再问了 可纪无就不想听 太后她老人家想听啊 太后做主 让许台人继续说下去 许台人装出一副有些惶恐的样子 说是她在后宫内 一个偏僻的院子里 听到叶真真和陆统领在里面有说有笑呢 听起来两人关系很是亲密 纪无就听不下去了 她起身表示两人是姑表关系 至于两人有没有其他问题 她自然会查清楚 皇后究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才能让太后一直想要废掉她 太后联合许台人在皇上面前唱双簧 许台人虽然没有明说 但她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皇后和陆统领之间有私情 皇上又怎么听不出来 她虽然不太相信 但终归是在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在皇上离开之后 太后不免有些忧虑 她看着皇上的样子 好像不是很相信这些事 可许台人信誓旦旦地表示 只要让皇上亲眼看见了 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了 许台人哪来的自信呢 其实是她安排了一个陷阱 她偷走了一个皇后 叶真真亲自制作的香包 然后让一个小太监交给陆统领 说是皇后约她晚上在英华殿见一面 虽然陆离猜到 这会是一个陷阱 叶真真不可能傻到 让一个不是心处的人 传递这种私会外难的消息 可她想要弄清楚 到底是谁要针对叶真真 她决定亲自走上一遭 如果可以的话 她不介意把这个威胁永远铲除掉 说来也巧 皇上既无救这边 自从她在许台人那里 听到了叶真真和陆统领有私情的事情之后 她就整天胡思乱想 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 眉眉仰望天空 都觉得天空隐约是绿色的 终于她忍不住了 要找一个昆宁宫的人来 问问皇后的行程 很快一个小太监 把叶真真每天的行程汇报给纪无救 叶真真离开昆宁宫的时间 正好卡在了 她在养心殿批阅奏折的时间 纪无救的疑心不可避免的加重了 她想知道这段时间 叶真真究竟在做什么 与此同时 昆宁宫外 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急匆匆地离开了 看这架势 恐怕是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个妹子是一个皇后 不过跟皇后沾边的事 她是一件都不干 先是骑马打猎 结果遭遇老虎差点一命呜呼 接着研发鸟冲 结果把自己炸伤 现在又心血来潮 不知哪里得来一本绝世神功正在修炼 依我看 她是真的想 神功大成之后和太阳间并肩 素月怕打扰她修仙 就准备到外面候着 刚一出门就遇到了 前来打探虚实的陆统领 陆统领拿出了先前小太监 转交给她的香包 让素月转告叶珍珍 不要再丢东西了 很危险的 在屋内修仙的叶珍珍 听到陆离的声音 连忙打开了大门 陆离不敢在这里久留 打了个招呼之后准备跑路 可叶珍珍逮着她不放 要让她给讲解一下 这本绝世神功 陆离怕是什么邪门歪道的秘籍 连忙查看了一下 可是越看她的脸色越奇怪 这是武功秘籍不假 但分明就是启蒙独物级别的 哪里是什么神功秘籍 叶珍珍不高兴啊 信誓旦旦的说 这就是绝世神功 对对对 陆离只好假假的恭喜她 获得了绝世武功 只是当两人聊天的时候 来了一个意外之客 皇帝既无旧脸色阴沉的走了过来 这下好了 就连平时大大咧咧的叶珍珍 一下子也傻眼了 其实要只是皇上自己过来 这件事倒还能解释解释 可是太后也大张旗鼓地跟了过来 叶珍珍现在哪能不知道自己被下了套 皇上前脚道 太后后脚就来了 叶珍珍当然以为是继无旧带太后过来的 所以当继无旧说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的时候 叶珍珍不屑地说道 你哪里是来听我解释的 你怕是来抓尖成双的吧 太后早就想把叶珍珍扳倒了 现在叶珍珍自己把子弹都给送上来了 她当即下令把叶珍珍和陆离两人一起拿下 怎料叶珍珍气场全开 怒喝道 我看谁敢 皇上想牵皇后的手 却被皇后一把甩开 并对皇上说 你太卑鄙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叶珍珍被人陷害 说是她和陆统领半夜私会 一手导演了这出好戏的 太后急于拿下叶珍珍 可叶珍珍表示 就这样无凭无据的男人 怕是有些说不过去 太后当然想到了这点 她早就命人把一个香包塞给陆离 于是 她当即命令手下对陆离进行搜身 只不过陆离相当聪明 那个香包早就被她交给苏月了 太后的这一招被成功化解了 倒也不恼火 毕竟就算没有物证 那也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深夜和皇后 一起出现在这偏僻的大殿 怎料陆离表示 她是奉了皇上的命令 来此 恰好皇后也在此处罢了 纪屋就满头问号 我不是 我没有 这不是我说的 陆离继续解释 今日早些时候 有一个内室携带一件御用之物 对她下达了秘制 虽然她也疑惑 却也不敢不来 接着她就取出一个玉佩当作证据 纪屋就接过 玉佩确认了一下 这还真是她的玉佩 剧情发展到现在 纪屋就也明白了 这是有人给叶珍珍设了的套 但太后不明白 她还以为她的好大皇帝 也准备设套陷害叶珍珍 只不过和她撞一起了 不过现在明显无法定罪了 于是她看似略带歉意地表示 哀家也是受人蒙骗 皇后以后练功的时候 还是谨慎一些才好呀 可千万别走火入魔了 她哪里知道 叶珍珍那套所谓的绝世神功 只是最基础的内功 纪屋就知道自己误会了叶珍珍 想要拉着她的手解释一下 接着就是开头时的一幕 叶珍珍一点面子不给的甩开她的手 还说她是卑鄙小人 接着头也不回地 往昆明宫的方向走 不得不说陆里是真的聪明 她明知这是陷阱 却还敢来 就是因为 她准备了伪造皇帝信物这一招 她看着和皇上扮嘴的叶珍珍 心想珍珍以后可长点心吧 表哥 我也不能一直保护你 皇上死皮赖脸地 要搂着皇后睡觉 结果半夜突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事后据太医所说 似乎是龙根出了什么问题 话说太后诬陷皇后私通外难的计划 失败了 传递信物的小太监成了替死鬼 被太后处死了 陆里让苏月给叶珍珍带个话 询问她是否想要除掉谁 叶珍珍一时之间没弄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台小声地跟她解释了一下 太后想要稀释宁人 让陆统领去指认那个上吊的小太监 是不是假传圣旨的人 至于这人是不是真的 完全由陆统领说了算 所以陆统领问你有没有想要料理的人 他可以把那人指认为假传圣旨之人 叶珍珍终于反应过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但是他认真思考了一下 涉及到后宫争斗 还是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才好 于是叶珍珍让网友台转高陆离 以后千万不要再插手了 我会亲自报仇的 再说祭吴旧这点 他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思考 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那就是太后为了陷害叶珍珍 居然用出如此卑劣的手段 不惜诋毁他的轻欲 如果这件事成了 就连我这个当儿子的 也会脸上无光 祭吴旧暗自下定决心 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再次发生 随后他向着床榻走去 可是这怎么是叶珍珍的床啊 好家伙 你还真好意思啊 不过祭吴旧发现 叶珍珍好像在想着什么事情 于是他就问了一下 叶珍珍问他 你说幕后主使者 除了太后还有别的人吗 祭吴旧一看数岁的机会来了 想都没想 就把许才人供了出来 之前就是许才人和太后一起 在他面前唱双簧 祭吴旧最终相信了 他们的谗言 半夜 叶珍珍迷迷糊糊的觉得 有什么东西 在身子下面各的慌 然后就迷迷糊糊的用力 把这个东西甩开 结果下一秒 祭吴旧就发出了 段子绝孙般的惨叫声 皇上这是咋了 一大早的就把太医叫来了 太医有些汗言 心想这两口子是真的会玩呀 尴尬的送走了太医 叶珍珍有些不好意思的询问 祭吴旧现在还疼吗 祭吴旧瞬间细经不体 夸张的喊疼 等到叶珍珍脸上露出愧疚的表情的时候 祭吴旧趁机扯了一下叶珍珍 让叶珍珍趴到了他身上 然后抱紧叶珍珍 让他原谅自己之前不信任他 其实叶珍珍这几天早就气消了 现在 既然祭吴旧主动让步 也就红着小脸原谅了他 得到了原谅 祭吴旧 那个感动啊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虽然真的很疼就是了 过了晌午 祭吴旧正在批跃奏折 察觉到有人过来 却没想抬头看到了叶珍珍 要知道叶珍珍很少主动找他的 这一下可把他高兴坏了 还以为叶珍珍这是想他了 怎料叶珍珍一盆冷水拖了下来 他表示只是过来看热闹的 终究是错付了 随即他拿给叶珍珍一份奏折 并表示这里面的内容绝对够热闹 叶珍珍将信将疑地接过了奏折 竟然是八百里加急的折子 折子所述的内容赫然是 关外吐鲁方汉和达达 以及女真部三国同时在大旗关外 集结军队的事情 就连不太了解军事的叶珍珍也紧张了 这群蛮蜒应该不会是 想要同时攻打大旗吧 可继无就却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慌张 他淡淡一笑 让叶珍珍坐下 然后打开了地图 紧接着就和叶珍珍分析了当下的国际形势 吐鲁方汉不曾与我大旗交战 这次肯定是被人以利益诱惑 而达达内部矛盾重重 根本没有什么占领 这两者可以较为轻易地瓦解 唯独女真部兵抢马壮 野心勃勃 他们才是最想跟我大旗打仗的人 随即他自信且霸气地说道 既然女真痴心妄想 意图瓜分我大旗 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我大旗的国威 叶珍珍用崇拜的眼神看向纪无就 他没想到 纪无就居然这么厉害 纪无就的嘴角差点翘到天上去 美滋滋地要叶珍珍奖励他一个亲亲 就在叶珍珍的嘴唇 离他还有一厘米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女子哭泣的声音 被坏了好戏的纪无就彻底怒了 皇上好不容易骗到了一个皇后的亲亲 就在皇后准备兑现这个亲亲的时候 却被在门外哭哭啼啼的许太人打断了 他哭闹着要见皇上 不见 纪无就现在都要被气死了 也不知道 那个亲亲以后 还能不能补回来 可是许太人不顾命令 强行闯进了御书房 紧接着他就光着个脑袋 出现在皇上面前哭诉 说是皇后想要害死他 这颗突如其来的大光头差点 让叶珍珍没憋住笑 叶珍珍整理了一下面不表情之后 向许太人问道 表妹啊 你这是吃错药了吗 怎么就突然变成秃葫芦了呢 不料 许太人用凶狠的眼神 看向了他 然后用充满怨气的语气 指着他大喊 都是你这个毒货害的 你给我下毒 导致我头发掉光了 纪无就把目光看向了叶珍珍 难道还真是你多的 没想到 叶珍珍居然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就是他下的毒 然后他跟纪无就强调了一下 许太人之前可是利用过你的 我这是帮你报仇呢 让许太人万万也没想到的是 纪无就 居然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下 然后颇为同意地点了点头 叶珍珍居高临下地 对许太人用温柔的语气 说着冰冷害人的话 我今日 能让你掉头发 更能让你掉脑袋 不过我心慈手软 留你一命 你以后最好加齐尾巴做人 知道了吗 许太人不死心地扯着纪无就的衣服 想要他给自己主持公道 可纪无就并没有一丁点的心软 反而说他顶着的大光头太辣眼睛 把他降为八瓶选室禁足三个月 接着就让内侍把许太人逮捕了 这天 皇上和皇后喝茶的时候 皇后突然说了一句 我听说 你伤到龙根 不行了 纪无就还从没被人这样想瞧过 更何况这人 还是他老婆 这他肯定是不能忍的 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于是他先是让叶珍珍闭上眼睛 接着他拉着叶珍珍的手 让他自己去感受 怎么说呢 叶珍珍感觉自己 先是摸到了一只小鸡仔 没过几秒钟 这只小鸡仔 就变成了威武的大攻击 察觉到不对劲之后 叶珍珍火速把手抽回 一想到 纪无就那么多女人 他又犯起了恶心 纪无就看着他的表情黯然神伤 朕就那么讨厌吗 与此同时 两个因为叶珍珍而被降了威武的姐妹 正凑在一起抱团取暖 他俩正在商量着该如何报仇 可是想来想去也没想到个好方法出来 反倒是得出个结论 比起报仇 他们现阶段更应该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才行 不然就一辈子也无法晋升威武 徐选氏自知顶着的大光头 是无法得到皇上的宠爱了 眼下 他们两人重新上位的希望 只能寄托在苏杰瑜身上了 多方打听之下 他得知皇上会来太夜池赏花 纪无就刚来不到五分钟 苏杰瑜就和他来了个偶遇 要不说 纪无就是个渣男呢 苏杰瑜可是害死了 他还没出生的孩子 他居然还能原谅苏杰瑜 还能坐在一起 心平气和地喝茶 刚好这一幕 还被叶珍珍给看到了 他早上的气还没消呢 原本看紧的心情瞬间被破坏 他打算扭头就走 可纪无就却不让他离开 要让他过来坐一坐 叶珍珍正在气头上 这下更加恼火了 本想装作没听见 可想了想 还是要给皇帝面子的 只好到纪无就对面坐下 坐下之后 两人又同时把头转向一边 根本不想去搭理对方 这一尴尬的场面被速封打破 他帮叶珍珍倒了杯热茶 也正是这个时候 皇上身后出现了一个黑衣刺客 苏杰瑜第一时间扑到皇上身上 打算帮皇上挡下这一刀 下午三点几 皇上正在和大小老婆一起饮茶 不料 突然从他身后 窜出一个刺客 抑郁行凶 苏杰瑜眼疾手快 打算用身体 帮皇上挡下这一剑 不过 眼疾手快的 可不止他一人 叶珍珍 察觉到有刺客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手里的茶杯 当作武器扔向刺客 年轻的刺客 下意识地 格挡飞来的茶杯 却因此 错失了偷袭的机会 反而被继无就反打一拳 这也导致他身形不稳 要从高楼上坠落 叶珍珍一看这可不行 他想抓活的 问问是谁指使他的 于是他 无故危险探出 身子抓住了刺客的衣领 可他匆忙之间 没控制好平衡 差点也被带了下去 幸好继无就在旁边 把两人都拉回楼上 继无就骂他是不是疯了 劫后余生的叶珍珍 并没有要感谢他的意思 反而一门心思都在刺客身上 他让那时赶快控制住刺客 千万不能让他自杀 刺客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并且 嘴里早就藏好的毒药也被取了出来 皇上的暗卫这时姗姗来迟 他虽然来晚了 但也没来晚 因为这个刺客穿着侍卫的衣服 所以叶珍珍让他看一下 这刺客是不是真的是皇宫侍卫 对方给他了肯定的答案 这个刺客 此前是一名三等侍卫 叶珍珍点了点头 吩咐暗卫 一定要看好了 千万不能让他自杀 既无就无语了 他纳闷 叶珍珍为什么一直强调 不要让这个刺客自杀 叶珍珍心想这怕不是个傻子吧 当然是怕死无对正乱 其实叶珍珍之所以 害怕刺客自杀 是因为他表哥陆离是侍卫大统领 如果不能 揪出幕后主使者 他难逃责任 可如果是失察的罪名也就算了 他更怕到时候会有人跳出来说陆离 和那个刺客是一伙的 可能有人会问 为了一个侍卫统领 如此大费周章 都闹成谋逆了 这值得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他爷爷是三朝元老 两代帝师 鬼有谋逆的罪名 可以扳倒他 最主要的是 纪无旧既旦叶家世代已久 肯定会顺势打压 叶珍珍头都大了 得想办法 在纪无旧真正动手之前 查出幕后主使才行 当朝皇帝居然在自家御花园里 被皇宫侍卫给刺杀了 好在是刺杀失败了 身为皇后的叶珍珍 想要搞清楚幕后之人究竟是谁 可他思来想去 都想不出凶手的动机 要说政变 纪无旧连一个皇位继承人都没 别说兄弟了 就连姐妹都没得一个 可若说是 仇杀也不太可能 他算得 尚是一个好皇帝 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地的事情 而且 如今盛世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让他们谋反 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叶珍珍想得脑壳疼 也想不到 谁想要杀死纪无旧 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或许这就是苏介瑜安排的一出戏呢 这样一想 好像苏介瑜当时 还真的有些问题 他一个没练过武功的人 反应速度 未免太快了些吧 可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未免有些天真了 他就没想过计划暴露的后果吗 他打算去苏介瑜那边试探一下 才刚一碰面 叶珍珍就断定这次的刺杀 就是 苏介瑜一手策划的 谁让他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呢 叶珍珍秉退左右 他打算单独和苏介瑜聊聊 想要震慑对方 最好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出他的罪行 苏介瑜在听到叶珍珍 说他是幕后黑手之后 悚然一惊 他没料到 事情这么快就暴露了 不过罗里尚且贪生 他当然 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承认 他的反应 也在叶珍珍预料之中 紧接着叶珍珍跟他打起了感情牌 你就不怕连累到苏将军吗 还有苏府上上下下的所有人 你真的就不在乎吗 苏介瑜沉默了 他做这些之前 还真的没有考虑这么多 不然他也不会走出这步臭棋 见他 依旧执迷不悟 叶珍珍叹了口气 看来不下点狠招是不行了 没想到叶珍珍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了记无咎的声音 他语气中带着不善 质问叶珍珍要如何对苏介瑜下狠招 看他的意思 莫非是要保下苏介瑜吗 由于苏介瑜涉嫌策划刺杀皇上 皇后正在审问他 本来挺顺利的 苏介瑜就快要承认的时候 皇上突然出现了 按照以前皇上对他的宠爱 苏介瑜觉得自己或许还能抢救一下 于是他梨花带雨地 扑到皇上怀里扑诉 说是叶珍珍要对他用私刑 想要驱打成招 让他把刺杀皇上的罪名揽下来 还说这样陆统领就能洗脱嫌疑了 记无咎别的话没记住 只记住 他提到皇后是为了陆统领而来 又是陆统领 记无咎 现在一听见陆统领的名字 就觉得头顶可以放羊了 这里他和陆统领的恩怨情仇 我们就不赘述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前面的剧情 记无咎想要单独和叶珍珍谈谈谈这件事 于是他让苏杰鱼先出去等着 接着记无咎就悠悠地说道 为了他 你当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震得皇后 叶珍珍笑了 他轻蔑地笑了 到现在 你还在说这些 难道你就一点都没有发现 苏杰鱼的可疑之处吗 还是说 你根本就是打算就此事祸水东营吧 记无咎愣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在叶珍珍的认知里 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为达目的不得手段之人 紧接着他也来了火气 气话脱口而出 既如此 那这也不好 让皇后失望才是 好家伙 钢铁直男也不过如此 果然这话一说出口 叶珍珍气炸了 他甚至丝毫不顾形象地 一脚踹开房门扬长而去 看把人家苏杰鱼吓得 叶珍珍走后 纪无就黑着个脸走了出来 苏杰鱼看叶珍珍那么大火气 还以为皇上力挺自己 于是他也没看纪无咎的脸色 就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胳膊 甜甜地叫了一声 皇上 没想到纪无就默默地推开了他的手 然后用带着忧伤的语气说道 苏将军一声征战沙场 为国尽忠 朕不希望他最终却背上了一个反贼的罪名 严禁于此 该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吧 苏杰鱼 一下子被抽干了力气似的跌坐在地上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荣华富贵一生 他不香吗 纪无就身为大旗皇帝 后宫家里众多 有优雅端庄的 还有性感妖娆的 一步伐温柔细腻的妃子 但众多家里也只是他巩固朝政 维系大臣的工具而已 纪无就自己也明白 后宫中的多数女人都在算计他 或多或少想要得到些什么 唯独有一人例外 那就是作为皇后的叶珍珍 他从来没想过去算计计无就 因为他不想和纪无就有瓜葛 如果可以 他反而很想远离皇宫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就越是有致命的吸引力 这就是纪无就现在的心情 没错 纪无就想要得到叶珍珍的心 但两人之间的误会与隔阂 越来越深 叶珍珍一直认为 纪无就想要对叶家下手 削弱叶家的实力 而纪无就则认为 叶珍珍的心上人是陆离 心里没有他一丁点的位置 纪无就越想越气 他要想办法把情敌给解决掉 他顺手抄起桌上的宝剑 就要去昆宁宫找叶珍珍 到了昆宁宫之后 纪无就把剑丢在了桌子上 脸色不悦地告诉叶珍珍 这是那刺客用的剑 上面脆了毒 所以说 他是真的想杀朕 叶珍珍认为他这样做 其实是想要定路里的罪 所以 毫不客气地回对 刺客 为什么想杀你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给这把剑脆毒 见叶珍珍 完全不信任他 纪无就当场获放 伤人的话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忘了 谁才是你男人 叶珍珍不甘示弱地回对他 我男人才 不会天天想着害我全家 纪无就现在很上头 脑溢血一般地威胁到 朕从未想过害你全家 但皇后若是一再逼朕 朕还真的不介意这样做 叶珍珍现在 真想帮帮给他两拳 可要是真的给他两拳 那就真的出事了 叶珍珍强忍着怒火冷静了下来 难道事情 不是想象的那样吗 看来还要再去见一见那个刺客了 叶珍珍来到地牢询问刺客 为什么要刺杀皇上 刺客笑了笑 他不敢把真的幕后之人供出来 叶珍珍的问题终究是白问 不过刺客告诉他 另外一个信息 有人拿圣旨前来 说是可以保他一命 条件是让他指认 陆统领和叶首府和他是同伙 不过他并没有答应对方 能拿着圣旨来地牢 除了皇帝的人还能有谁 这下叶珍珍心中 对纪无就的阴谋更加坚信不疑 叶珍珍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在纪无就动手之前 让苏杰鱼承认罪行 可就在这个时候 网友才惊慌地传达给他一个消息 苏杰鱼死了 丽妃本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平日里 总是仗着皇上的宠爱至高气昂 更是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 最终自食恶果 迎来了他的结局 就连皇上知道了他的死讯之后 也没来看他最后眼 只是吩咐冯公公 为他追封了一个妃卫而已 帝王之心 果然是尖如磐石 夜晚 叶珍珍正正地看着花灯发呆 苏杰鱼死了之后 皇上可以随意地拿捏叶家了吧 他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正在发呆的时候 皇帝纪无就拉着他的手揉声地和他道歉 他希望叶珍珍可以原谅他 叶珍珍甩开了他的手 然后默然地说道 皇上真是好手段 苏杰鱼是被你刺死了吧 纪无就辩解道 你我都清楚 他若是不自禁 那么苏家上下都会被牵连 当然既然他是畏罪自杀 那么这场刺杀的始末也该公之于众了吧 刺客什么时候处决呢 可纪无就却说 这个刺客暂时还不能死 隐藏在深处的真相还没有查出来 叶珍珍语气轻蔑地表示 是啊 恐怕还没到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呢 纪无就知道 叶珍珍肯定是认为他要留着刺客对付陆离 他耐心地跟叶珍珍解释 这根本就是记中记 苏杰鱼被人利用了 或许他只是想要挽回我的心 但那个刺客是真的想要杀我 哼 还在狡辩 那么皇上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有人拿着圣旨去大牢探监 利用刺客说 可以保他性命 让他指认叶珍两家谋反篡位 这道圣旨是谁发出去的呢 既无就哑口无言 他倒是没发这道圣旨 肯定是有人假传圣旨 但叶珍珍会信吗 于是他准备转移一下话题 他委屈地问道 正差一点被刺客杀死 你到底有没有担心和后怕 哪怕只有一点呢 叶珍珍当然不担心了 他一直认为 这只是一场争宠的闹剧 但既无就 却准备借此机会打击叶家 于是他问既无就 那你到底要怎样 才能放过叶家和陆家呢 怎样才肯放过叶家 既无就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 因为他确实没想要打击叶家 而且他的解释 叶珍珍根本就不信 紧接着 他就做出了一个以后 时常会后悔 又不是很后悔的举动 他勾起叶珍珍的下巴 然后语气轻挑地表示 只要你把朕伺候舒服了 你想让朕放了谁 朕就放了谁 可好 话是前一秒说的 后悔是下一秒后悔的 要不是顾及面子 他真想现在 就扇自己两耳光 不过再到下一秒 他就没那么后悔了 他居然得到了一个 叶珍珍的亲亲和抱抱 身为皇帝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既无就 竟然以叶家 一家老小的性命为筹码 让叶珍珍 把他伺候舒服了 叶珍珍会答应吗 他答应了 当初在他答应 嫁给皇帝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觉悟 而他逃避的时间 已经够久了 现如今 为了保全叶家 他已经无法再逃避下去了 他主动献上了自己的亲亲 既无就 被叶珍珍的举动给 惊得脑袋一片空白 他下意识地 把叶珍珍横抱起来 缓步走向床榻 他喘着粗气 看着床上任君彩鞋的家人 混乱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念头 他真的是我的人了 这个时候 脑袋里 仅存了一丝理智 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做 赶快停下来 不然 你一定会后悔的 可是很快 仅存的一丝理智 也没了声音 在后面的内容发不出来 请自行脑补 完事之后 既无就默默地 走在昆明宫的雪地上 现在的他脑袋清醒得很 不过是后悔和自责占据了 全部 他从未见过 叶珍珍有过那样的神情 以往自信 且坚强地翘脸上 此刻却写满了绝望和无助 而这 正是拜他所赐 他停下脚步任由身体 向雪地上重重地倒下去 他怕了 既无就生平第一次害怕了 他害怕他会因此 彻底失去叶珍珍 既无就在事发的第二天 居然还有心思去清楼 其实他是去查案的 因为他没忘记叶珍珍说 有人假传圣旨的事情 所以他吩咐手下 把那人给查出来 虽然人是查出来了 但发现那人时 他已然是丢了小命 另外这名手下 还告诉既无就一个有趣的消息 行刺他的那个刺客 从不进女色 但他却在行刺的前一天 去清楼喝花酒去了 得知刺客去的是翠芳楼 既无就作为老顾客兼大客户 他决定亲自走上 一遭打探一下消息 顺便再请教一下 红云姑娘一些问题 冯友德拿出刺客的画像 询问是否见过这个人 老宝对此人印象还挺深刻的 他明明没什么钱 却还想殊龙花魁柳月 说来也怪 柳月姑娘见到他之后 请他去闺房里坐坐 他也不知道 两人做了些什么 只不过 他过了一盏茶的工作 那个穷小子就出来了 见老宝也不知道什么 纪无就让他去把红云叫来 他该办正事了 纪无就把用墙的事情 说了出来 他想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脑袋 一热做出那种事情 而且事后会觉得 两人的距离反而变远了 红云震惊了 这一下真把他给整不会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问道 人家相公知道这件事吗 纪无就真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但想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是说了出来 我就是他相公 短短几句话的工作 他已经被震惊到两次了 这对夫妻也太奇葩了吧 不过他大概也知道了问题所在 这个男人怕不是脑袋缺根筋 还不知道自己对对方的情谊吧 想到这里 红云羞涩地说道 正所谓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就连我这风尘女子 也是颇为触动的 既无就嘴里 喃喃地重复着情不知所起这句话 这一刻 他终于认识到 自己对叶真真的爱意 他现在只想立刻马上去找叶真真 真情表白 就连红云的咨询费也忘了点 不会吧 堂堂皇帝逛金楼居然白嫖 纪无就在青楼和红云取经之后 终于醒悟了 他想要得到叶真真并不是因为极度心 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动了真情 虽然以前他不知道 但现在 他只想 马上对叶真真说 我想要得到你是因为我喜欢你 他鼓足勇气 来到了昆宁宫表白 可当他真的再见到叶真真时 他退缩了 他才刚刚伤透了叶真真的心 他怕叶真真不会原谅他 所以他又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他准备拿出一些诚意来证明自己 然后再来和叶真真道歉和表白 他黑着脸闯进慈宁宫 都没事先和太后打招呼 就要仗毙两个小太监 太后怒了 宁官将近 这逆子不说其夫积德 居然跑到慈宁宫来杀上 纪无就默然地表示 这两个小太监假传圣旨 陷害忠良 难道不是死罪吗 太后不服气 这不是你的一言堂 做事是要讲证据的 既无就气急而笑 慈宁宫的小太监 做出了假传圣旨的事情 我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难道真要我追查到底吗 太后背对得哑口无言 最后支支吾吾地说 既无就你放肆 说起这个他可就不困了 后面还有更放肆的呢 太常四少卿许尚勇 欺男罢女 被告上了顺天府 朕已经下令将他革职查办 太后大惊失色 他可是你舅舅 他的女儿许维荣 还是你的妃子 哼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他若不是朕的舅舅 大概也干不出这无耻够当 随后他脸色漠然地 一步步逼近太后 语气不带一丝温度地警告道 您是朕的母亲 朕不会把您怎么样 但对于旁人 朕可不会有所顾忌 您若想为朕分忧 不如每日一心一意 吃斋念佛即可 离开了慈宁宫 既无就静止 来到了许维荣的卧房 许维荣丝毫都没察觉到 既无就冷漠的脸色 他以为既无就是来看望他的 这不 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既无就冷冷地表示 你怂恿宿解于犯下谋逆的大罪 朕虽然不会要了你的命 朕可以装傻 但你似乎把朕当成真傻子了 你去冷宫反省一阵子吧 什么时候把一身小聪明丢掉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现在反悔已经晚了 处理完太后和许太人的事情 既无就召来了叶木方 并赐封他三等爵位和轻薄 不同于前两者 既无就对他的态度 可谓是客气和经历很多 不为别的 只因为他有个好老妹 没错 他是叶真真的哥哥 做了这一连串动作之后 既无就心里他是多了 他认为这下子 总算有资格去见他了 皇后正惬意地荡着秋千 突然一双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是谁 竟敢公然调戏皇后 当然是渣男皇上了 地后两人双双沉默了片刻之后 很有默契的同时 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 这一下场面又变得沉默了 既无就惊了 叶真真为什么会对他道歉 他轻轻揉捏着叶真真的肩膀 提出了这个疑问 其实 在既无就上次来找他 却愣了一阵子 然后掉头就走的时候 就理清了这其中的关系 他发现既无就 是真心地喜欢他 既无就误会自己 和陆黎的关系之后 针对陆黎的种种事情 都只是吃醋时 说出的气话而已 并不是他想要对付叶家 而且如果既无就真的 想要对付叶家 根本不需要耍那些小手段的 但他却一直固执地认为 既无就就是想对付叶家 既无就感觉 叶真真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没有以前的那种自信 有锋芒的气势 他心疼地轻轻地 环抱着叶真真 对他承诺 真真你不要这样 既然你不喜欢 朕保证以后都不碰你了 怎料叶真真尴尬地表示 我之所以小兔 并不是因为讨厌你 我其实是得了一种怪病 可是话刚说出口 他又后悔了 他总不能说是因为 受不了他有那么多女人吧 既无就没想那么多 他听到了什么 他听到了叶真真说不讨厌他 他美滋滋地想着 原来叶真真不讨厌我 看来这是原谅我了吗 至于那怪病 养那么多胎医是干嘛的 总归是能治好的嘛 这人啊 总是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 年夜饭的席位上 贤妃正殷勤地给皇上加菜 可皇上却对他的殷勤视而不见 满眼都是坐在他另一边 打磕式的皇后 要知道既无就以前 可是叫人家贤妃 是小甜甜的 不过现在的贤妃 在他心里无疑就是牛夫人 既无就让睁不开眼的叶真真 靠在他肩膀上好好休息一下 原本一只元气满满的翘脸上 写满了憔悴和疲惫 看得既无就一阵心疼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不顾叶真真的反对 一把将他横抱在怀里 然后不顾在场其他嫔妃的感受 抱着叶真真提前离场 这下子可把其他嫔妃们给整不高兴了 可不高兴又能怎么办呢 不配拥有姓名的边缘配角们 肯定是没什么办法的 但是我们拥有姓名的贤妃 并不甘心就此失处 虽然有苏柔指和许惟荣的前车之鉴 但他方刘月却认为自己的智商 要比他两人高得多 一日晚饭过后 吃饱喝足的叶真真准备出去转两圈萧萧时 主仆三人有说有笑地走在皇宫的大路上 忽然一道白色的影子 从几人眼前迅速飘过 网友才惊恐地发现 他们好像撞鬼了 叶真真刚刚和素月在聊天没怎么看清楚 而且他可不信什么妖魔鬼怪 可网友才却坚称 真的有一个白衣女鬼 话没说完 那恐怖的白衣女鬼再次飘了过来 这次叶真真看了个真切 网友才还真没骗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叶真真曾经修炼过一本绝世神功 于是他很兴奋地靠近了女鬼 他想要试试自己的神功是否能驱鬼 看起来神功真的有用 女鬼见他一步步靠近 居然立刻转身轻飘飘地飘走了 后有野史记载 据说大齐西河三年之后 民间忽然流传起一部小说 名字就是镇晶 皇后神功大成 就连千年鬼怪都躲着他走 而有人声称那是真的 他当时就在现场 皇后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 以至于半夜被鬼盯上了 这女鬼看见叶真真向他靠近 他却自顾自地飘走了 叶真真的胆子那是相当的大 于是他决定追上去看看对方 究竟在耍什么花招 不过女鬼速度飞快 三人只能循着方向追赶 最后来到了陆华宫门前 只是哪里还有女鬼的踪迹 现场只剩下散落一地的道具 果然是在装神弄鬼而已 啊 这 原来 你早就知道 是有人装神弄鬼吗 合着我就是个小丑呗 叶真真稍微分析了一阵子 就想出了对方的意图 是发陆华宫附近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他大概是想先把我在陆华宫 撞鬼的消息散播出去 然后再想办法投资 若我中招卧床不起 他会再散播消息说 是我害死了丽妃 丽妃的冤魂索命来了 以此达成回我名声的目的 想到这些 叶真真吩咐诉语 最近昆宁宫的饮食 要格外小心 注意检查 此刻 叶真真倒是有些期待 对方的后手了 他想看看 是不是如他所猜测的这样 第二天 纪无旧刚一见到叶真真 就忍不住地笑出声 该说不愧是你啊 朕从前只听说过鬼吓人 到了你这里 却变成人吓鬼了 叶真真不为不懈地表示 就他那点道合 他要真是鬼 那我就是阎王了 就也不知是开窍了 还是本来就这么会要 紧接着就来了一句 阎王要是像你这般漂亮 朕还真的心甘情愿 变成一只小鬼跟你走 听说皇后把鬼吓跑了 这可把皇上笑坏了 皇上打趣着皇后 皇后不愧是朕的女人 怎么胆子那么大呀 竟然连鬼都不怕 皇后一脸的不屑 什么鬼啊 就是一个装神弄鬼之人 还敢吓唬我 真是太小瞧本宫了 他要是鬼 我就是阎王 皇上听见皇后说这些 忍不住笑了 皇后如果是阎王 那也是最漂亮的阎王 做一只鬼 朕也会心甘情愿跟皇后走的 皇后被皇上这些话油腻到了 心想着皇上这几天来回到我宫里跑 还是不时给我说甜言蜜语 我实在是听命了 皇后闻见一股特别香的味道 便询问皇上这是什么香啊 皇上解释着说道 这是海里香 生在海岛上的一种木头 母后派人把海里香烧成炭给朕送来了 朕感觉好闻就送给皇后了 皇后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太后这个女人送给皇上这种东西 不会想要害皇上吧 此时皇上抓住皇后的手说道 皇后不要担心 朕用了几天没有发现香的异常 皇后就放心用吧 听到这里皇后才松了一口气 太后这个女人再诡计多端 也不可能害自己的儿子 皇后娘娘竟然中毒了 昏睡了好多天 还是不见好转 这可把皇上吓坏了 太一位皇后娘娘打脉 得出皇后肝脏受损 询问丫鬟近几日皇后是否受到了惊吓 或者风寒入体 素月说着皇后每天都十分小心 不可能是风寒 更不可能是惊吓 皇后娘娘胆子那么大 前几天遇见的鬼根本瞎不着她 这说法可把太一难为住了 就在无从下手时 皇上命太一为素月把把脉 没想到素月与皇后的症状一模一样 皇上询问太一 如果脉相持续下去 没有之好怎么办 太一害怕得浑身发抖 皇后如果没有找到病医 怕是神仙也就不回来了 皇上听到这些话 急忙抱起皇后搬去了前清宫 皇后到了皇上的寝殿身体慢慢恢复了 皇上猜到大概是皇后的寝宫被人下药了 于是派太一过去查看 太一查出皇后的卧室有一盆水仙 与皇上送来的海里香会发生反应 形成一种毒气 人在房间待久了 就会出现疲惫困倦 此时的皇上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母后竟然利用自己给皇后下毒 皇后竟然被人下毒 幸亏及时被皇上发现 皇上紧紧抱着皇后 嘴里一直说着 对不起珍珍 我不知道母后竟然会散记我 我不应该把海里香送给你 皇后安慰着皇上 没关系的 我已经没有事了 皇上不要太自责了 此时的皇上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母后要紧紧想逼 珍珍我不能再让你受委屈了 这次朕要给你讨个公道 皇后劝说皇上此事先不要声张 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海里香的用处太过冷门 应该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而且皇上是太后的亲儿子 此时太后应该不会参与 这背后应该另有其人 皇上听到皇后的分析后十分惊讶 皇后是怀疑在吕颂长大的人吗 确实他们对海里香了解的多 朕记得登基那一年 吕颂送来了十二名美女 朕只香中了两名 但时间那么久了 朕好像忘记了那两个女人叫什么了 皇后听到这里 气得翻白眼 真想给皇上一拳头 竟然连自己的女人都记不住 皇后中了海里香的毒 这可把皇上吓坏了 皇上满脑子都怀疑太后 这海里香是母后给朕的 难道母后想害珍珍吗 皇后想到太后再坏也不能利用皇上 皇上可是她的亲儿子 她猜到凶手另有其人 吕颂来的妃子应该十分了解海里香 于是皇上命人把吕送来的妃子带上来 安才人还没有弄清楚情况 皇上就骂骂咧咧说道 你如果不想背个陷害皇后的罪名 就老实交代你和谁说过海里香的事情 安才人这才反应过来 哐通一下跪在地上 求着皇上饶命 都是贤妃娘娘做的 她来找臣妾聊天 于是臣妾就把海里香告诉了她 皇后呵呵一笑 我早就猜到了是这个女人 贤妃真会做人 把责任都推给了安才人 皇上对皇后做出承诺 珍珍 你想怎么处置贤妃都行 朕不会护着这个女人 贤妃和朕虽然相爱过 但这个女人心肠太坏 朕实在受不了 皇后看到皇上那么难过 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 可没想到 皇上竟然一脸严肃对皇后说 珍珍你是朕的女人 我说过谁也不可以欺负你 你等着朕给你报仇 贤妃的报应来了 竟然敢下毒谋害皇后 被皇上知道后罚贤妃去当尼姑了 要知道贤妃以前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自从皇上爱上了皇后 皇上对她也提不起兴趣了 皇上告诉自己不要生气 她喝了一杯茶慢慢说道 母后还是那么讨厌珍珍 朕的女人里 母后是不是只喜欢许才人和贤妃呢 朕宠姓皇后 母后不应该为了臣开心吗 此时贤妃在一旁阴阳怪气说道 皇上那么爱皇后 臣妾真是太羡慕了 她还不知道皇上已经知道了她的所作所为 贤妃说着要为皇后娘娘祈福 让皇后娘娘早日康复 皇上看了一眼贤妃 刘月真是有心了 朕命令你从今天开始到静香安待发修行 暂时不要回宫了 贤妃还以为皇上在开玩笑呢 急忙说道 臣妾想要侍奉皇上 皇上不要碾臣妾出宫 此时太后大声喊道 皇上真是哀家的好儿子 为了皇后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太后劝说皇上收回成命 哀家知道贤妃的为人 她不可能陷害皇后 难道是叶真真想要除掉贤妃 就把凶手的罪名扣在了贤妃的头上 此时贤妃吓得不敢说话 躲在一边不敢相信皇上竟然这样对自己 贤妃一脸委屈地说道 臣妾希望皇后娘娘早日康复 为何皇上要让臣妾出家呀 臣妾天天见不到皇上 一定会茶饭不思的 皇上终于为皇后报仇了 贤妃下毒谋害皇后 皇上就让贤妃待发出家 替皇后好好祈福 贤妃害怕得不知所措 太后为贤妃开脱 皇上根本不吃这一套 威胁太后 如果在护着贤妃 不要怪朕翻脸 皇上打拒着贤妃 刘月你要听朕的话 你陷害皇后 皇后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朕是为了保护你 才让你出家的 皇后还想着把你头发都剃光了吗 幸亏有我拦着 贤妃听见这里 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自己会落到这个下场 于是急忙拿包袱出家了 他才不要剃光头呢 接着皇上又去了青楼找红云了 红云打去着皇上 公子好久没有来了 是不是把奴家忘记了 有什么感情方面的事都可以问奴家 说着说着把手放在了皇上的肩膀上 皇上嫌弃地推开他的手说道 我终于知道了我夫人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碰她 她告诉我她有病 她不喜欢与人亲热 谁碰她 她就会恶心想吐 红云瞬间恍然大悟 皇后为了不让皇上碰她 竟然开始编瞎话了 皇上 臣妾不想让你碰 是因为臣妾有病 有人碰我 我就会恶心想吐 这是臣妾从小就有的病 皇上也不知道咋办了 只能再去青楼找红云了 皇上解释了一下 红云瞬间恍然大悟 公子啊 我明白你夫人为什么想吐了 她是心里干净 不喜欢不干净的人碰 奴家有句话想问公子 你是不是家中有许多小妾啊 皇上一脸的认真 确实有小妾 大概几百个吧 红云听到这里都惊呆了 什么鬼啊 这个男人竟然那么多小妾 怪不得他夫人不让他碰呢 我不能骂他 他可是财神爷呢 红云气得垂胸口 压制着怒火说道 公子啊 奴家第一次见你这样的男人 你夫人是感觉你不干净 所以不愿意让你碰 如果换作是你 若是有个服侍很多男人的女子 想要与你欢爱 你会怎么做 皇上淡定说了一句 我会恶心想吐 皇上好像明白该怎么做了 红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公子如果你只爱夫人一人 你应该把小妾都休了 这个你可以做到吗 皇上听到红云出的主意 有点不爽 正好歹是个皇上 怎么可以只娶一个老婆呢 临走时红云还嘲笑了皇上 公子我还以为你多爱夫人呢 没想到你也是花花公子 真是不值一提啊 皇上的小老婆太多了 为此皇后根本不愿意让皇上碰他 只要碰一下 就恶心的想吐 但皇上天天想着宠庆皇后 皇后只能想出一个办法 他欺骗皇上说自己有病 皇上不太相信皇后说的话 就去青楼找了红云 经过红云的分析后 皇上恍然大悟 原来皇后不愿意让朕碰他 是觉得朕小老婆太多了呀 干嘛要撒谎说自己有病了 红云让皇上把小老婆都休了 后宫只留下皇后自己就行了 皇上听到这些满脸的不情愿 朕好歹是皇帝 只有一个女人不太好吧 走到后发源 皇上突然想到了红云说的话 瞬间害羞了 捂着嘴傻笑了起来 朕朕不喜欢朕碰他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朕真是太傻了 怎么没有想到啊 朕朕太爱朕了 都不喜欢朕宠性别的女人 一转身 皇上看见皇后在御花园放孔明灯 觉得特别好玩 皇上走近询问皇后 朕的皇后真是好雅兴啊 大晚上的皇后不再寝宫好好休息 怎么想起来放孔明灯了 皇后温柔地说着 网友才给我拿了几个 臣妾觉得好玩 要不然皇上也一起吧 皇后刚说完 皇上的脸又红了 脑子里又想起红云说的话 皇上 你要把小老婆都休了 以后只爱皇后一人 想到这里 皇上就情不自禁亲了皇后 不管了 朕只要叶珍珍 皇上上一秒还抱着皇后轻轻 下一秒就要带兵打仗去了 皇上思考片刻说道 女真部队大旗迟迟没有进攻 是因为想让其他部落先上 等到我们大旗打不动的时候 他们好趁虚而入 实在太卑鄙了 这些小把戏朕早就猜到了 大臣们各个心惊胆战 有部分大臣想要推荐叶雷霆做统帅 但考虑叶雷霆与叶家的关系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为了叶珍珍 封叶雷霆为帅啊 可想而知 皇上一定会带着叶雷霆这个好助手的 此时的皇上满脸的憔悴 拖着下巴小声嘀咕着 叶雷霆朕一定会带上的 不过这都军的位置 还是朕亲自上吧 派给其他人 朕也不放心啊 大臣们听见皇上说的话 瞬间乱作一团 皇上 你是一国之君 怎么可以亲自上战场打仗呢 皇上一脸严肃的说着 朕已经决定了 我是一国之君 但也是大齐的子民 如果有外族敢入侵朕的家园 朕一定会亲自上阵杀退他们 大臣们听见皇上心意已决 急忙下跪求皇上收回城里 皇上气得拍椅子 大声喊道 朕已经决定了 任何人不许再说一句 你们赶紧退下吧 你们不走 朕走 皇上要带兵打仗去了 这可把皇后担心坏了 皇后依偎在皇上的身旁 温柔的说着 皇上这件事情太危险了 皇上可以派别人前去 何必自己亲自上阵呢 皇上扭头看着皇后说道 皇后不要再劝朕了 我心意已决 任何人来都改变不了阵 希望皇后可以支持朕 不要再说一些朕不爱听的话 此时皇后突然脸色大变 一脸激动的说 皇上如果真的要去 可不可以带上臣妾 我还没有打过仗呢 是不是特别好玩了 皇上你就答应臣妾吧 我保证不捣乱 皇上看到皇后这副模样 真是大叠眼镜 朕的女人怎么这样 我都要打仗去了 不担心朕 只顾着自己去玩 皇上一口拒绝了皇后 皇后开始对着皇上撒娇 皇上 臣妾真的好想去啊 那臣妾怎么样皇上才会让我去啊 皇上开始对着皇后大呼小叫 叶真真你不要以为这是郭家家 朕要带兵打仗 没有心思照顾你 战场上危险无处不在 你一个女人家 干嘛非要掺和男人做的事情啊 还是好好待在宫里吧 皇后根本不在乎皇上说什么 嘴里一直重复着 皇上在哪里 臣妾就在哪里 皇上要带兵打仗 皇后听说后非要跟着 皇上担心皇后此前去会遇到危险 就一口拒绝了她 谁知皇后跟在皇上的后面一个劲撒娇 皇上冷静下来询问皇后 叶真真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非要跟着朕呢 我是去打仗 不是去玩的 你跟着我 朕还要保护你 哪有那么多精力啊 皇后依靠在皇上的身旁说道 皇上在哪里 臣妾就在哪里 臣妾担心皇上 所以只能跟着你才放心 皇上叹了一口气 朕还不知道你 就知道说这些话哄朕 听见你说这些 朕还是很开心的 皇后满脸激动的看着皇上 皇上喜欢听 臣妾就天天说 皇上今天那么高兴 那臣妾可以去了吗 皇上冷冷回了一句 做梦去吧皇后 梦里面什么都有 听话呀皇后 乖乖等着朕回来 皇上刚到大殿坐下 大臣们就已经等候多时了 一群人开示鬼哭狼嚎 皇上你可是一国之君啊 千万不能带兵打仗啊 如果有个闪失 老臣们可活不下去了 皇上听见这些气得抓狂 大声喊道 都给朕闭嘴 朕不去了 大臣们听见皇上说这些 愣在原地不敢相信 皇上会同意不去 皇上任命叶雷廷为总元帅 择日开始攻打女真部 皇上叹了一口气 朕想带兵打仗怎么那么难啊 这些大臣哭得朕头疼 真是烦死了 皇后一直念叨着 跟皇上去战场 为了让皇后死了这条心 皇上干脆不去了 此时皇后的舅妈来宫里了 一见面就给皇后跪下了 满脸委屈地握着皇后的手说道 请皇后娘娘给皇上求个情 不要让我儿子陆离上战场了 陆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可不能出任何事情啊 皇后思考片刻 表哥之前因为刺客的事情 已经被皇上安拉失查的罪名 这次再不去上战场 会不会被皇上怪罪啊 但舅妈说得对 陆家就表哥自己 我可不能让表哥出事 皇后握着舅妈的手说道 舅妈你放心 我会向皇上求情 肯定不会让表哥去的 此时舅妈一个劲摇头 皇上会听你的吗 陆离上战场 可是皇上点名要去的 这话可让皇后尴尬住了 此时的皇上哼着小曲 在养心殿娇花 听见皇后来了 立马开心了 皇后先坐 朕一会就交完了 皇后这个女人 一开口就是陆离的事情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她求皇上不要让陆离上战场 希望皇上收回成命 皇上一脸的不耐烦 皇后来找朕 又是为了陆离 陆离就那么重要吗 比朕还重要吗 之前因为刺客的事情 陆离已经是最沉了 这次上战场 我是为了让他戴罪立功 皇后以为朕要害死他吗 不要再说陆离了 朕不想听 皇后为了表哥 竟然向皇上跪下了 只因皇上非要陆离上战场 陆家就一个儿子 皇后为了保护表哥 只能向皇上求情了 不料皇后刚说到陆离 皇上就又开始吃醋了 陆离陆离 皇后一天天 怎么总想惹陆离呢 根本不管朕生不生气吗 皇后根本不愿意 听皇上说这些 直接询问皇上 为什么非要让陆离去 其他人不行吗 皇上是为了惩罚陆离 还是为了个人私心 皇上深深叹了一口气 皇后又对朕吼 为什么说到陆离 皇后的反应那么大 我让他去 只是因为想给陆离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把他扔到军队 有夜雷霆提携着 保证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皇后又开始反驳皇上 臣妾不那么认为 陆家只有一个儿子 况且陆离的父亲 也要去战场 皇上做的是不是太绝了 皇上知道自己说不过皇后 就随口敷衍了皇后 他们是武将之家 带兵打仗是他们的本分 朕昨天说去打仗 你怎么不拦着朕呢 就一点不担心 我死在战场上吗 皇上看着皇后这样 握紧拳头气个半死 夜真真你不要得寸进尺 朕一直让着你 今天你竟然为了陆离 向朕跪下 你不要挑战朕的耐心 朕不想再看见你 赶紧出去 皇上又吃陆离的醋了 皇后为了不让陆离上战场 只能跑去向皇上求情 没想到刚说到陆离的事情 皇上就大发雷霆 声称不愿意再听见陆离两字 接着让皇后赶紧出去 不要烦她 此时的皇后郁郁寡欢 独自走在路上 此时皇上突然从背后抱着她 夜真真不要说话 让朕抱抱你 皇后看着皇上这副模样 实在不忍心了 就告诉了皇上实情 皇上你听臣妾解释 我帮表哥求情 只是因为受救母所托 我和表哥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只有兄妹的情分 并无其他情感 皇上不要再怀疑臣妾了可以吗 听见皇后的解释 皇上也没有再继续怀疑下去了 接着皇上向皇后道歉了 今晚的事情是朕的错 我不应该对皇后发火 真真你可以原谅朕吗 朕让路离上战场 真的是为了锻炼她 加上夜雷霆肯定会保护她的 皇后真的不用太过担心了 皇后叹了一口气 皇上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臣妾知道了 我会把情况告诉舅母的 两人来到寝宫 一进门皇上就紧紧抱住皇后 皇后还没有缓过神来 皇上就满脸害羞的说着 真真今日可不可以疼我 脑子里只能想我 不要想其他人 上一秒皇上还冲着皇后发火 下一秒皇上就屁颠屁颠追上去道歉 在皇上的甜言蜜语中 皇后渐渐迷失了 刚来到昆宁宫 皇上就按耐不住了 从背后紧紧抱住皇后 这把皇后吓一跳 皇上满脸的害羞 皇后可不可以宠幸朕啊 今晚好好腾朕 朕只想要你一人 还没有等皇后说话呢 皇上就想把王硬上弓了 直接抱起了皇后 两人躺在床上看着彼此 皇上紧紧握住皇后的手 真真 我终于要得到你了 皇上握着皇后的手 接着一顿操作直接让皇后傻眼了 皇后恶心的迅速抽过手 这一举动让皇上闻现了 皇上一脸深情的看着她 皇后不喜欢朕碰你 那朕就不碰 但是皇后我们毕竟是夫妻 我们一直这样好像不太好吧 皇后想了一下还是算了 她毕竟是皇上 我既然嫁给了她 就是她的人了 同房这件事情 我肯定逃不掉 皇后咬紧牙关 就开始在皇上的身上摸来摸去 此时皇后的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开始嘲笑皇上了 皇上你这身体不行啊 此时皇上满脸的享受 一直催着皇后快帮帮她 过了几秒 皇上冷静下来 就对着皇后开始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真真 以后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如果做不到 你就一辈子不碰振 皇后听见这些话 直接坐起来询问皇上 真的吗皇上 你只爱我一个人 你是皇上 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皇上一手把皇后拉过来 紧接着就亲了上去 经过多日的朝夕相处 皇后渐渐爱上了皇上 在皇上的甜言蜜语中 皇后终于愿意试寝了 刚上早朝 皇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皇后 想到皇后昨晚如此主动 皇上忍不住笑了 心想着我终于把叶甄甄拿下了 一整天皇上都干净满满 皇上迫不及待来到昆宁宫 想要赶紧抱抱皇后 不料一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皇后不见了踪迹 只见夙月被捆绑了起来 难道皇后遇害了吗 皇上走上前解开了他们的绳子 急忙询问丫鬟肃月 皇后去哪里了 不会被王有才绑走了吧 肃月说出了真相 皇上不是这样的 王有才被娘娘带走了 皇上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冷静一会后 皇上让丫鬟抓紧把经过说一遍 奴婢伺候娘娘用过早上后 娘娘突然从背后攻击了我们两个 并和王有才把我们捆绑了起来 中途王有才一直劝说娘娘不要去 但娘娘威胁王有才 如果不去就把她绑起来 拉到太叶池里为王八 皇上听见丫鬟的解释后 实在想不通 皇后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绑人的呀 这时皇上突然明白了 皇后把丫鬟们绑起来 就是不想让他们向我报信 难道皇后逃出宫了 皇上急忙起身 皇后带走王有才 不过是因为她有出宫的令牌罢了 叶真真你好大的胆子 不要让朕抓到你 上一秒皇后还主动讨好皇上呢 下一秒就趁皇上不注意逃出宫了 皇上来到皇后的寝宫 就看见两个丫鬟竟然被绑起来了 太监与皇后都不见了踪迹 从丫鬟的口中得知 皇后好像要去什么地方 干什么大事情 这可把皇上担心坏了 难道叶真真出宫了 千万不要让我抓到你叶真真 怪不得昨晚皇后主动讨好我 原来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啊 自己好逃出宫啊 这个女人实在太狡猾了 皇上先来侍卫了解情况 从侍卫的口中得知 皇后娘娘早上就出门了 还说是奉了皇上的口语出宫办事 身边只带了王总管一人 皇上瞬间明白了 确实自己有说过让皇后赶紧出去 没想到皇后利用这句话逃出去了 此时皇上气得咬牙切齿 叶真真 你真行 竟然骗了我 皇上命令侍卫马上派人寻找皇后 找到皇后之后 第一时间把皇后带到朕的请殿 记住每过一个小时 就要派人来通报一声 皇上气得紧握拳头 叶真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就这么想出宫吗 告诉朕一声 朕陪着你去啊 你出去不带着武功高强的人 只带了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小太监 你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啊 皇后实在太大胆了 趁着皇上上早朝的功夫 竟然逃出宫了 皇上知道此事后气得半死 派侍卫和密探出宫寻找皇后 侍卫来报 皇后娘娘出了神武门便一路向北 并没有回叶家 中途还乔装打扮了 之后便不见踪迹 赵将军已经派人描了画像 娘娘肯定跑不远 太后听见后气的摔杯子 皇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要欺骗哀家 皇后到底跑去哪里了 看着太后这副模样 皇上瞧着十分头疼 心想着皇后也不说一声就离宫了 让朕该怎么向母后解释啊 皇上支支吾吾想替皇后开脱 母后 真真是带了朕的口语才出宫的 并不是私自逃跑的 此时太后又在咄咄逼人 她可不想那么容易放过叶真真 挨家的好儿子 这个女人以后会害了你呢 你不要再为她解释了 你没有定她的罪 竟然还替她开脱 此时的皇上身心疲惫 已经不想过多解释了 站起身就想要溜走 临走时放出了狠话 只要谁借此机会对皇后不利 朕一定不会饶了她 太后看见皇上这个举动都惊呆了 心想着 叶真真这个女人 到底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这样对哀家说话 皇后这次要完蛋了 趁着皇上不注意 竟然带着小太监上战场打仗去了 皇上知道后 气得大发雷霆 声称一定要亲自把皇后抓回来 皇上宣来皇后的爷爷 并把皇后上战场的事情告诉了他 接着又安排了自己的后世 给叶老和方秀清留了封秘纸 如果朕回不来 你就按上面的要求办事 皇室一脉子西丹薄 朕想要封黎阳公主的儿子 谈记为储君候选人 你应该懂朕什么意思吧 叶老听见皇上说这些话 实在是太难受了 知道劝不动皇上 叶老只能拿出秘制的残衣 这种衣服坚韧无比 刀枪不入 之后皇上快马加鞭赶到军营寻找皇后 陆离看到皇上到此十分惊讶 皇上气冲冲说道 叶甄甄来过这里吗 皇后偷偷从宫里跑出来了 最近可有人持着虎头令进入军营 侍卫急忙上前解释 前几日确实有一人拿着虎头令来此 身边还带着一名男子 甄将军只拿了一些火药和钢珠就离开了 皇上一脸的疑惑 哪里来的甄将军 宫里有这人吗 侍卫急忙解释 他自称姓甄 是皇上清风的武德将军 大名叫甄威猛 皇上与陆离瞬间无语了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皇后 皇后竟然偷偷上战场打仗去了 中途还乔装打扮了一下 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甄威猛 皇上从侍卫的嘴里得知 皇后确实来过军营 不过只待了两天就溜走了 临走时还带了一些弹药 皇上听见后脸都死了 皇后这个女人根本没有把朕放在眼里 皇上冷静思考了一会 这个女人还挺聪明 知道朕会来抓她 所以待了两天就逃了 皇后来军营的目的 肯定不是取弹药那么简单 可想而知这个女人肯定会被敌人抓的 皇上害怕皇后会遇到危险 急忙让陆里把附近的地图取来 经过朝夕相处 皇上已经对皇后了如指掌了 皇后这个女人喜欢热闹 现在拿着虎头令可以自由出入 往军营里折腾的机会肯定不会错过 所以皇后肯定会去一个大军队里面逛一逛 那就是冀州 另一边的皇后还在早市上溜达 看见好玩的东西都想买 谁知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一摸口袋钱包不见了 皇后气得骂骂咧咧说道 这个王八蛋竟然偷老娘的钱包 网友财你赶紧给我过来 把前面的小偷给我带过来 皇后娘娘的钱包竟然被偷了 这可把皇后气坏了 骂骂咧咧喊网友财赶紧过来 此时的网友财抱着一堆东西过来了 嘴里喊着 少爷你要吃的东西我拿来了 你来看看还缺啥布 小的再去买 此时的皇后指着小偷看着网友财喊道 网友财 前面那个小偷竟然偷我的钱包 你去把他给我抓过来 话刚说完 就有一个男子走了过来 嘴里说着 敢问阁下 这可是你的钱包 皇后接过钱包后 赶紧谢谢人家 男子开始自我介绍 你好我叫黎友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皇后淡定说了句 在下真威猛 久仰久仰 黎友邀请皇后去散步 路上黎友一直盯着皇后的鸟冲 并提出想要看一看 皇后一口拒绝了他 黎兄对不起啊 这是我的宝贝 可不能随便给别人看 谁知皇后突然脸色一变 立马撒腿就跑 原来是皇上追了上来啊 皇上一群人在后面紧追不放 嘴里大喊着 真威猛你给我站住 等我抓到你 你就死定了 皇后听见后开始口吐芬芳 继无揪你这个混蛋 我还没有完够呢 怎么那么快就找到我了 还亲自来逮我 皇上气得纵身一跃 把皇后压在了地上 皇后被活捉了 只能听从皇上处置了 皇后这个女人太倒霉了 偷偷溜出宫去战场 中途钱包还被偷了 一扭头就看见皇上带兵追来了 吓得撒腿就跑 皇后跑得实在太快了 皇上眼看要跟丢 于是纵身一跃 皇后就被抓到了 皇上拉着皇后来到黎游的面前 皇后的脸瞬间红了 小声嘀咕着 本宫的脸都丢尽了 皇上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还没有等皇后说话呢 皇上就开始自我介绍了 在下无处 我家娘子实在是调皮 让兄台见笑了 黎游见状只是笑了笑 这位兄台严重了 再下黎游 想不到真凶竟是女子 这时皇后拉着皇上的手就要走 再待下去 皇上又要吃粒油的醋了 离开冀州 骑马到天黑就可以到军营了 皇后坐在马背上 又开始闹脾气了 皇上这是要干嘛呀 臣妾会骑马 皇上干嘛要和我骑一匹马呀 这样臣妾会浑身难受的 皇上死死盯着皇后 某人背着朕逃出宫 朕为什么和你骑一匹马 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吗 皇后不要想着 从朕的眼皮子底下逃跑 皇后知道自己有错在先 也没脸再说什么了 皇后偷偷溜出宫 还是被皇上抓到了 皇上为了和皇后亲热 就吩咐手下不许跟着 皇后完累了 就悠闲地躺在皇上的腿上 皇上 臣妾感觉这里比皇宫舒服 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回皇宫了 我们两人在这里生活也挺好的 皇上摸了摸皇后的脑袋 一脸宠密地说道 皇后以后去哪里都要叫上我 我们两人要天天在一起 皇后冷冷回了去 知道了无处 皇上一听不高兴了 皇后在外面要叫郑向罗 皇后立马乖乖听话 激动地喊着相公相公 这可把皇上落坏了 抱着皇后就亲了下去 此时皇后突然坐起身子 盯着远处说道 皇上大事不好 有好多马蹄的声音往我们这里来 看着眼前的蒙古人 皇上准备好战斗状态 他把皇后护在身后 紧紧握住皇后的手 告诉皇后有阵在 阵会保护你的 皇上感觉十分奇怪 这里是冀州 为什么会出现蒙古族的人 皇后在背后小声说着 皇上你先走 臣妾保护你 皇上跑到山里 这些人应该追不上你 我手里有鸟冲 应该可以抵挡一阵 皇上看着皇后这份模样 实在太感动了 皇后女扮男装 与皇上亲热 没想到被人看见 还以为两个男人谈情说爱呢 皇上被眼前的一伙人死死盯着 还以为遇上敌人了 皇上死死护着皇后 皇后求皇上赶紧往山上跑 不要管他 他手里有鸟冲 应该可以抵挡一阵 但皇上怎么可能 看着心爱的女人送死呢 皇上一脸深情地看着皇后 皇后不怕死吗 为什么要保护朕了 难道就因为我是皇上 还是因为皇后心里有症 皇上心想着还是算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皇上把皇后抱在怀里说道 我们两个都要活着 珍珍 我们要冷静下来 这些人一直盯着我们 迟迟没有进攻 应该是害怕有陷阱 此时的皇后一脸崇拜地看着皇上 皇上 你真是太聪明了 臣妾好崇拜你啊 皇上深深叹了一口气 皇后怎么还不明白 朕要的不是你的崇拜 是你的心啊 此时的蒙古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骂骂咧咧喊道 这两个中原男人怎么还在轻轻握我 我们一直看着他们 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不管了 兄弟们我们要赶紧出发 趁着天黑之前就要到地方 皇上一脸的惊讶 珍珍 他们怎么走了 不是要抓我们吗 皇上与皇后又在秀恩爱了 一句相公就让皇上沦陷了 不料此时来了一大批人马 这场面可把两人吓坏了 谁知蒙古人瞅了一眼他们 就骂骂咧咧走了 临走还放出一句话 两个大男人轻轻握我也不害臊 皇上见状急忙吹响了口哨 不能让这些人踏入中原 蒙古人看着眼前的一幕 还以为中埋伏了 急忙让手下赶紧撤 皇后可不是吃素的 拿出鸟冲对着他们就是两枪 蒙古首领看见是火枪 吓得愣在原地 捂着头大声喊道 太可怕了 他们竟然有火枪 接着一溜烟全跑了 皇后打中了三人 其中两人已经死掉了 另一个腿部受了伤 皇上命令手下留火口 他要询问清楚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此时的皇上正在审问犯人 谁知犯人一字不说 皇后走进询问皇上 可问出什么来 皇上只是摇了摇头 接着牵起皇后的手说道 没有问出什么 不过这些人和我们料想的一样 是有人派来查看情况的 那个首领就是大漠天狼 皇后说出 如果大漠天狼和女真部 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他们来一个声东击西 我们肯定有一方顾不过来 到时候我们肯定会被威胁的 皇上谈了一下 皇后的小脑袋说道 皇后怎么那么聪明啊 真是如此不可教掩 皇后捂着头说道 那皇上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要不然再来一次守住待徒 皇后开始崇拜皇上了 皇上我感觉你太厉害了 没想到你的脑子那么聪明 皇上打去着皇后 比起你表哥 朕怎么样啊 皇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皇上虽然武功不如表哥 但论聪明皇上胜过他 皇上害羞的询问皇后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皇后激动的点点头 臣妾喜欢 皇上又开始得寸进食了 指着自己的脸说道 那皇后现在亲我一下 皇后害羞的脸都红了 赶紧被过身去 皇上立刻追上去抱着皇后 正准备亲下去的时候 皇后一把推开皇上 我们什么时候去辽东啊 皇上摸了摸皇后的头 你不能去 太危险了 皇后气得大声喊道 我要去 我要和你在一起 皇上让皇后答应她一个条件 接着一脸认真的看着皇后说道 脱下你的衣服 皇后脸都红了 皇上脱下自己的护甲让她穿上 如果不穿就不带她去辽东 皇后看着皇上一脸认真的表情 只能乖乖穿上了 此时的皇后突然发起了呆 自己那么好 皇上听见后气的想吐血 叶蓁蓁 为什么对你好 难道你不知道吗 竟然还好意思问朕 此时皇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皇后解释了 皇后如果死了 那朕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皇上与皇后又在秀恩爱了 两人穿着军服在军营里轻轻我我 在将士们的眼里还以为两个男人在谈恋爱呢 皇上在军营里 将士们都喊她无处将军 皇后还是之前的真威猛 真将军 此时皇上累得汗流加倍 一抬头 皇后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找来侍卫一问才知道 皇后现意不回营房了 皇上慢慢撩开帘子 竟然看见皇后在洗澡 皇上的脸瞬间红了 不料视线往下一移 皇后竟然坐在锅里 这画面实在太大眼睛了 洗完澡后 皇上亲自为皇后梳理头发 皇上小心翼翼地询问皇后 真真不愿意和我同房 是不是因为我碰过太多女人了 接着皇上又开始委屈了 真为了你 已经好久没有碰过他们了 此时皇后一脸的坏笑 怪不得他们说你是断秀 突然皇上紧紧搂着皇后 皇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皇上 你以后不要再碰其他人了 臣妾会慢慢接受你的 皇上听见皇后说这些 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皇上抱着皇后心里暗暗发誓 真真 以后我只要你 你嫌我不干净 那我就天天在你面前洗澡 让你看看我有多干净 下一秒皇上就跳进了铁锅里 皇上真是一个宠妻狂魔 为了防止皇后走丢 竟然给皇后买了一只麻雀 皇后待在军营时在太闷了 皇上为了让皇后开心 就偷偷带她出来逛早市 皇后开心的转圈圈 终于出来了 我在军营里实在受不了了 中途两人看见了一家店 皇帝被店名吸引住了 香如故 皇上谈了一下皇后的脑门 开始打趣着皇后 皇后听见这店名 是不是感觉像女子的名字啊 皇后不想搭理皇上这个幼稚鬼 皇后拿起一盒香膏纹了起来 好别致的香气啊 店老板笑呵呵的走了过来 这位公子实在是高手啊 店里最名贵的香就在你的手里啊 皇上仔细闻了闻 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这香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具体什么地方 我想不起来了 店老板尴尬的笑了笑 公子应该记错了 我们店里的香跟外面的不太一样啊 这都是小店独家秘房 一般外面是做不出来的 皇后找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拿出来根本闻不到任何味道 店老板赶紧解释说 这个东西也是一种香 但人是闻不出来的 只有麻雀才能闻出 皇上思考了一下 决定买下来 皇上摸了摸皇后的脑袋说道 皇后要把她带在身上 万一你走丢 朕跟着麻雀就可以找到你 接着两人开开心心的回军营了 皇后这个女人太猛了 在军营里和士兵们喝酒 竟然硬生生的把士兵给喝趴下了 看着皇后这般豪爽 皇上陷入了思考 真真向往自由 肯定不愿意待在宫里 怪不得之前要满着朕逃出宫呢 此时皇上心里十分难受 心想着自己是一国之君 不可能陪着她一直待在外面啊 此时皇后喝得脸蛋通红 站都站不稳了 还想着继续喝酒呢 皇上想要扶着皇后去休息 谁知皇后一拳把皇上打猛了 皇上洗干净后 躺在床上抱着皇后 贴近皇后的耳边说道 真真 我已经洗干净了 我们可不可以 话还没有说完 皇后转过身来 瞬间泪流满面 一脸委屈地说道 皇上对不起 臣妾真的有病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现在的女 要不然你去找别人去吧 只要别碰她们就行 皇上紧紧抱着皇后 朕不找她们 朕只想要你一人 朕陪着你治病 治不好也没有关系 反正朕不会丢下你一人的 皇后起床后头疼的要命 皇上贴心地端来一碗醒酒 要让皇后喝了 并告诉皇后 她要去叶将军的军营商量事情 让皇后去城里逛一逛 皇上像个老父亲一样收个没完 皇后发起了呆 确实 我应该出去玩一玩 昨天出去我还没有玩过瘾呢 皇后竟然瞒着皇上去青楼了 此事如果被皇上知道了 皇后肯定死翘翘了 皇后悠闲地吃着冰糖葫芦 左瞅瞅右看看 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皇后 她立马警惕起来 慢慢回头一看 竟然是前些日子遇见的好朋友黎游 皇后被她吓了一跳 还以为遇见敌人了呢 黎游邀请皇后去品花大会玩一玩 好玩的机会皇后怎么会错过呢 屁颠屁颠跟人家去了 没想到里面竟然全是青楼女子 皇后被眼前的一幕吸引到了 瞬间脸蛋通红 皇后感觉氛围有点尴尬 没想到 这品花大会竟然是青楼女子在比拼才一样 我还是第一次来青楼呢 黎游呵呵一笑 对不起啊真凶 只想带你来凑凑热闹 我还以为你知道这地方吗 那现在看来 是我不该带你来这种烟花之所 黎游故意把皇帝派人跟踪她的事情说出来 真凶 难道你不知道无处派人跟踪我吗 此事不是你和吴兄商量好的吗 皇后被黎游说的话弄糊涂了 一脸的疑惑询问她 她跟踪你干嘛 你们之间又没有事情 才见了一次面而已 此时黎游一脸的无奈 我还以为里面有真凶的意思呢 现在想想都难过 皇后认真思考了一下 原来既无究消失的四个手下都在这里啊 可皇上为什么会调查她呢 此时皇上应该另有打算 她不说肯定有她的道理 皇后上一秒还在青楼玩呢 下一秒就被皇上逮到了 皇后忍不住询问黎游 为什么男人都喜欢烟花之地啊 难道他们不感觉这里脏吗 黎游听见后只是笑了笑 真凶这样说就不对了 青楼自有青楼的妙处 你不是男人 自然不会明白的 我听京城的朋友说 咱们当今圣上也经常去青楼买愣 我朋友还在青楼看见他了呢 皇后气得摔杯子 眼神里充满了杀气 恨不得现在就想把皇上抱打一顿 此时黎游一脸的坏笑 他果然是个坏蛋 他应该早早就猜到了皇后的身份 竟然在此挑拨皇上与皇后的关系 简直太可恶了 黎游起身想要离开的时候 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皇上带兵包围了这里 是为把黎游控制了起来 皇后气得对皇上大声吼道 你想在这里大开杀戒吗 皇上一听这话 气得把皇后拖走了 皇上大声训斥皇后 叶珍珍 你知不知道你是皇后 怎么可以来青楼呢 让别人知道 朕的脸面往哪里放 皇后一脸都无所谓 怎么了 臣妾去那里关皇上什么事 皇上不是也背着臣妾去青楼好几次吗 皇上默默低下了头 原来我默默复出 在他看来不过是轻描淡写罢了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误会 他就可以对我失去信任 难道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吗 皇上抬头气得怒吼道 叶珍珍 你没有良心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皇后一脸的蒙圈 怎么了 他怎么发那么大火 看着皇上远去的背影 皇后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误会了皇上 皇后又惹皇上伤心了 皇后去青楼玩乐 皇上不过是说了他一句 皇后就开始阴阳怪气吐槽皇上 怎么了 我去青楼让你很不开心吗 我是皇后怎么了 你是皇上你不照样去了青楼 皇上气得低下了头目不作声 叶珍珍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吗 你根本没有相信过我 皇上伤心的扭头就走 皇后想要解释的时候 皇上早已经走远了 皇上命令侍卫先不要轻举妄动 慢慢监视梨游 我倒想看看他接近皇后有什么目的 皇上呵呵一笑 这个梨游 竟然敢和朕玩阴谋诡计 真是活得不耐烦啊 将士们准备好出发了 叶雷霆为统帅 是不可能让皇上去打仗的 皇上换好军服 想要偷偷溜出去 没想到一开门就看见了叶雷霆 皇上下得赶紧合上窗户 浑身发抖的样子太搞笑了 皇上被捆上绳子扔在了床上 皇后也被绑了起来 两人四目相对实在太尴尬了 皇上坐起质问他 你怎么在这里啊 难道你也想溜出去啊 两人都开始心虚起来 不料皇上突然一扭头 就亲在了皇后的嘴唇上 皇后有点害羞了 这是什么意思吗 干嘛要亲人家呀 皇后又主动上前亲了过去 并大声吼道 谁让你亲我的 我必须还给你一个 接着两人开始情不自禁亲了起来 皇上与皇后又在亲亲我我了 上一秒两人还在 因为去青楼的事情斗嘴 下一秒就情不自禁亲了起来 两人深情地看着彼此 这个举动把皇后都弄害羞了 皇上弯下腰开始哄皇后了 震得好皇后 不要再生气了 皇后默默低下了头 皇上 人家没有生你的气 我只是感觉我错怪你了 你去青楼应该有什么事情要办 我不应该小心眼 往不好的地方想你 皇上着急地询问皇后 为什么你会相信朕啊 皇后说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你 应该是平感觉吧 我相信皇上不会喜欢青楼的女人的 皇后忍不住询问皇上 你为什么会调查理由呢 皇上说出 我怀疑她是敌国的奸细 为什么她会主动接近你 还有 无论我怎么查她 都查不出她的身份消息 皇后一脸天真的看着皇上 我看她长得不像坏人啊 她还带我去好玩的地方吗 皇上一脸无奈地盯着皇后 坏人脸上又没有写坏人两个字 皇后突然脸蛋一红 害羞地转过身去 好了好了 你先告诉我 你的那个故人是谁 你怎么记得她那么清楚 皇上一脸的疑惑 询问皇后是哪个故人啊 皇后一脸的不耐烦 就是那一个香儒姑 皇上急忙解释清楚 我有一个宫女她叫香儒 后来死了 皇后尴尬地盯着皇上 就这 怎么死的呀 皇上慢慢闭上了眼睛 她的父亲受贿 母后就赐死了她 我当时只是太子 并不能阻止这一切 皇后默默低下了头 万一我被太后赐死 你会不会 话还没有说完呢 皇上就急忙解释 不会的 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皇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太后毕竟是继无咎的母亲 她怎么可能为了我和她母亲 反目成仇呢 这个皇上有多搞笑 将士们晚上去打仗 皇上想偷偷溜出去跟着 谁知一开门就被逮到了 扭头一看 皇后也被绑了起来 就这样他们依靠着对方 睡了一晚上 这时大门打开了 士兵想要给皇上松绑 不料把皇上吵醒了 叶雷霆激动地上前 禀报好消息 皇上 我们打赢了 托皇上的福 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女真部在火器与步兵的配合下 损失惨重 再加上中了两次埋伏 几乎已经全部剿灭了 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见面 皇上提出晚上要和叶雷霆 一起上战场 不料又被绑了起来 扔到了床上 深夜 两人坐在椅子上开始想办法 皇上气得口吐芬芳 凭什么叶雷霆说不让我去 我就不去啊 我好歹是皇上 我去上战场打仗怎么了 回来看我不好好惩罚她 皇后扭动着身体 似乎有什么不舒服 皇上急忙询问皇后 真真你怎么了 为什么扭来扭去的 是不是有虫子啊 回来朕就让他们买一点蛆虫的药 突然绳子解开了 皇上看着皇后手里的刀片 简直惊呆了下巴 你从哪里弄的刀片啊 皇后让皇上小点声音 不要被发现了 皇上十分的乖巧 一个劲点头 皇上一脸的期待 快点皇后 给朕解开 谁知皇后起身 突然堵住皇上的嘴巴 皇上这才明白过来 皇后是要一个人去战场 皇后临走时亲了一下皇上 就跳窗户跑了 皇后偷偷跑出去打仗 不料中途下落不明 皇上从战事的口中得知 一路上都没有看见皇后 此时皇上吓得晕死过去 醒来后的皇上安静地躺在床上 已经心如死灰了 叶雷霆看见皇上这般模样 实在不忍心 就告诉皇上 皇后娘娘还活着 皇上起身叹了一口气 怎么可能呢 皇后如果真的活着 为什么不回来见朕 叶雷霆告诉皇上说道 昨晚我派弟兄们打扫战场 怕夜里看不清楚 就白天再查了一遍人 并没有发现皇后的尸体 所以皇后娘娘根本没有死 应该是被人抓走吗 皇上吓得直冒冷汗 思考一下说道 怎么可能 昨日女真不损失惨重 自己跑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抓一个士兵呢 皇上低下头陷入了思考 不对啊 昨天真真穿的衣服是男装 从外表来看 根本不知道她是皇后 希望真真不要被发现 要不然就完蛋了 皇上突然脸色一变 把夜雷霆吓得半死 急忙呼喊皇上 皇上只是淡定地 让她把地图拿过来 让她讲讲昨天女真不逃跑路线 接着两人开始讨论 如何打入敌人内部救出皇后 皇后娘娘下落不明 皇上躺在床上心如死灰 夜雷霆告诉她 皇后根本没有死 战场上没有发现她的尸体 有可能皇后被抓走吗 听到这里 皇上立马提起来精神 接着两人开始讨论 如何把皇后救出来 皇上思考过后说道 夜雷霆 你去埋伏阿尔哈图 她这次打了败仗 肯定想办法报复我们 你就去山口准备着 夜雷霆陷入了思考 皇上我们岂不是掉进了她的陷阱 你明知道她有仇必报 万一我被反击了 岂不是丢了你的脸 皇上微微一笑 朕相信你 你要提着她的手机见我 夜雷霆吱吱吱吱说道 那珍珍怎么办 我去捉其他人 难道不应该先救珍珍吗 皇上一脸的自信 我的女人 当然我去救 另一边的皇后被绑了起来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这是一个胖男人笑着走得过来 你醒了 怎么样啊 到底招不招啊 皇后一脸疲惫的看着她 怎么回事 你这个男人的头好像一颗大鲁蛋啊 脑袋剔得真干净 胖男人气得开始骂骂咧咧 你都死到零头了 还敢嘲笑老子的发型 看你是活腻歪了 皇后慢慢闭上眼睛 嘴里说着 你真想杀我 早就动手了 何必把我绑在这里呢 话说 朕朕乌拉图拿起匕首自喜之时 夜真真却疑惑着 皇上穿着残衣出现在辽东 此等机密的事情 她是如何得知 难道朝中出了内奸不成 朕朕乌拉图对着夜真真得意的道 委屈皇帝陛下跟我们走一趟 只要你的人听话 我自然会放了你 夜真真不懈地想着 此种听话无非就是割成赔款之类 反正我也不是皇上 不如就让这傻子先高兴着 到时候万事俱备 却发现到手的聚宝盆变成了个夜虎 想必她的表情会十分精彩 夜真真也知道他们不会伤害自己了 心里顿时来了底气 对着朕朕乌拉图立声道 你既知道我的身份如此 但我恐怕不合规矩 还不速速放我下来 朕朕乌拉图看着夜真真此时的表现 按道 果然是中原人小白脸 这么快就摆上架子了 随后吩咐身后的士兵去 给夜真真结绑 身上只需要带铰链就行 给夜真真松绑后 夜真真觉得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那也应该告诉自己她的身份了吧 朕朕此时却傲娇地让夜真真猜上一猜 自己想要考考她的眼力 夜真真看着朕朕乌拉图肯定的道 朕朕乌拉图阿尔哈图长子 也是她最器重的儿子 卢旦文言震惊地看着她 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身份的 夜真真却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她 她当然是不会傻到告诉自己能听懂女真话 方才听到有人叫她大王子 那必定就是她了 看来自己是猜对了 随后拍了拍朕朕乌拉图的肩膀 让她去给自己弄些吃的去 自己有些饿了 朕朕乌拉图下意识地答应了一声 随后反应过来 气愤地道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夜真真无所谓地滔滔耳朵道 我怎么知道 顿时 一阵深深的挫败感袭上朵朵乌拉图的心头 在压介夜真真的路途中 朵朵乌拉图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绝望 夜真真结手时还要特地嘱咐不要偷看 未有没有搞错呀 正常大男人谁会偷看男人结手啊 反看这边 夜真真为了瞒天过海 这几天都是站着结手的 也真是苦了她了 夜真真静静静地站在河边想着 也不知道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她算无一漏 也不知能不能算出朵朵的行军方向 但是不管皇上能不能算出这一点 自己都是不希望她亲自来的 她虽是自己的父亲 但更是大齐的皇帝 在分开的这短短几日里 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对她的思念是如此的深 朝堂上皇上被抓的消息 在一群大臣中炸开了锅 来禀报的士兵 递给了夜阁老一封朵朵亲笔信 信中写道 想要皇上平安归来 就准备好黄金十万 在家辽东山海关以外的领土 信件后面还附上了皇上的纸印 夜阁老子息打量着这枚纸印 这看上去不太像是皇上的 倒像是真真的 难道说被俘虏的其实并不是皇上 而是真真既如此 但他们也是不敢轻易动他的 自己借此机会看看朝堂之上的动静 让太后另立新军 太后此时也有一些拿不定主意了 偏头询问起了夜阁老的意见 夜阁老听到太后的问话 他认为此时事关重大 应该谨慎行事 夜老话音刚落 那位提议立新军的大臣又来搞事情了 直言皇上膝下无子 目前新军最合适的人选是离养长之子谭记 太后也不知是不是最近老糊涂 竟然不想着去救自己的亲生儿子 而想着以国事为重 打算同意大臣的提议令立新军 就连下手的夜老都对他无语了 刚提议令立新军的大臣是许氏一族的人 而许氏恰好是皇上的母族 正儿八经的外妻 此时却如此 迫不及待要找人娶他而代之 真是替皇上感到心寒啊 太后的反应更是奇怪 都说而行迁离母担忧 但太后对皇上不仅不见担忧 反而巴布的她退位 实在是绝情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夜真真接手回来后 在队伍中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便是离友 夜真真刚走到离友面前 就听到了她不确定地问道 你为何会在这里 你不会是大旗的奸细吧 夜真真此时被问得一惊 有点不知从何解释起 只告诉她自己不是奸细 是俘虏后 便岔开了话题 询问她为何也会出现在这里 离友尴尬地解释到自己也是俘虏 起初本想跟着朋友的伤队去开眼界 不曾想尽会被一群骑兵给劫持了 他们得知离友会治伤后 便把她点掳了来 夜真真听到离友的解释 想着也是躲躲他们部队遭遇重创 死的死 伤的伤 只能一路通过俘虏来补充人力 随后拍了拍离友的肩膀 安慰她不用害怕 等到时候他们用完了 自然会放了她的离友严肃地道 自己才不害怕 然后继续询问起 夜真真本想打个哈哈 就这么过去吧 但此时 久久未收到回信 朵朵一把推开离友 生气地质问着夜真真 你到底是不是皇帝 夜真真一脸无所谓地耸肩道 我说我不是 你会信吗 朵朵上一秒还在生气地质问夜真真 那为何朝廷迟迟没有回信 后一秒突然想到了 也许是朝廷的人不认识皇上的指引 夜真真可不想陪着他发神经 自顾自地往球车上走去 准备补交去 朵朵黑着脸想着 这中原人的狗皇帝诡计多端 还有什么能证明他的身份的信物呢 对了 还有残疑 大家长途跋涉都累得昏睡过去 突然夜真真感觉到了一阵摇晃 夜真真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后 看见李游对着他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原来是李游打算带着夜真真一块逃跑 夜真真让李游自己走 他们暂时不会杀了自己的 李游带上他跑 自己只会成为他的累赘 李游现在不想听他的废话 拉起他就往外走去 就在此时 一柄大刀直直地两人袭来 夜真真眼疾手快地将李游拉开 躲过了这一劫 随后就见躲躲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 随后举起大刀准备结果了他 猛地一脚向右踹去 夜真真见状赶紧挡在李游的面前 威胁着躲躲到 你要是杀他自己就自杀 到时候让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并且还会引起两国交战 李游在背后轻扯着真真的一脚 让他不要管自己 但是李游是为了 他才落得如此境地 自己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朵朵也明白轻重缓急 将大刀收了回去 不过是一个汉人的性命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是大事重要 然后便吩咐人将李游拖下去 严家看管 李游被带走之后 营帐内又只剩下真真他们两人了 夜真真警惕地看着他 人都走完了 他还留下来干什么 突然朵朵冲上去一把扯开夜真真的领口 这操作可把真真吓得不轻 立马一耳光去猛地推开了他 朵朵捂着脸 气急败坏地 命令真真将残疑脱下来 原来是他迟迟没有收到满意的回信 准备拿真真身上的残疑去威胁朝廷 真真见他只是因为这件事 也放下了心来 让他出去等着他自己拖 朵朵烦躁地走出营帐 并催促着真真快点 夜真真换衣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朵朵等得不耐烦了 气冲冲地打开军帐的帘子 可当他向帘子里看去 时看见了让他又羞又气的一幕 他终于发现了夜真真原来是个女人 夜真也被他的突然闯入下的一惊 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狡辩道 不是不是我 就是我胸肌比较大 可朵朵虽然有点憨 但他毕竟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再相信真真的话 当即就要对着真真拔刀 朵朵气愤地用刀威逼着真真说出真实身份 夜真真小脑袋瓜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幽道 虽然我不是皇帝 但其实也差不理我是皇帝他娘太后 朵朵听后一阵无语 他简直都要被气死了 他是当自己傻吗 竟然又骗他 皇帝的娘少说也有将近四十岁 哪会像他一样如此年轻夜真真 心里也真是强大 他继续瞎胡忧道 真的 我有助严树 太医院六个太医专门负责我美容养颜 朵朵的脑子也的确是真的不太好使 他听完夜真真的胡周后 半信半疑地问道 你说你是太后 有什么证据 夜真真掏出残衣道 证据就是这件残衣 我儿子可是出了名的孝子 除了我这 天底下还有哪个人能够让他不顾自身安危 把残衣让给那人穿 朵朵虽性了一半 但还是提出质疑道 那他老婆呢 真真满脸不屑地道 那个小贱人 他也配这下 朵朵可完全是被夜真真给唬住了 还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难怪刚见面的时候 他便说要做自己的娘 原来是他本来就有这么大的儿子 他此时已经完全相信了夜真真的话 夜真真也松了一口气 幸好这个人是个傻子 在追寻夜真真的路途中 皇上一路上都紧绷着神经 生怕夜真真遭遇不测 连着行军这么多天 皇上都未曾好好休息过 就连陆离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上前来劝他去休息 陆离看着皇上的背影 沉思片刻后走上前去 有些话他还是觉得 自己应该对皇上说清楚 其实皇上根本就没有必要吃自己的醋 真真既然已经嫁给了皇上 那你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旁人强也抢不走他的 皇上听完陆离的话后 突然冒出一句 你喜欢他 陆离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僵住了 不等他答话 就听到皇上略带畅快地说道 他是我的人 旁人抢不走的 真真那么可爱 有别的男人笑 想他再正常不过 陆离听后也释然道 我的确喜欢他 但这又有什么用 我那个表妹实在是块木头 他大概从来不会去想我是不是 喜欢他这种问题吧 倘若他当初真的对我有几次情谊 我便是豁出性命也会向姑父求亲 但我和他今生无缘也无分 我也就认了 我现在只把他当做妹子 所以我现在以一个兄长的身份请求您 请您对我的妹妹好一些 真真 他被宠坏了 性子不够好 但他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孩 皇上文言 也郑重地向陆离保证道 当然她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会对她好 就在皇上向陆离下保证之时 她的眼睛突然瞟到了一样东西 陆离看着皇上奇怪地举动 一时之间还有些不明所以 只见他们来到了一堆石块面前 陆离怪道 这是什么 皇上蹲下身子 拿起一块石块 将它放入一处空缺的位置之后 这些石块赫然呈现出一片叶子的形状 两人看见这形状顿时精神一荡 这叶子是真真 看来他们在此处停留过 自己果然没有找错路 真真他们的确是向着乌兰布附地去的 得到明确的信息后 他们此时也顾不上休息了 皇上立即下令 让所有人立即出发 连夜行军务必尽快追上女真残部 隔天夜晚 一个更好的消息传来了 真真和皇上一起买的石箱山雀突然焦躁不安 挣扎着想要冲出笼子 皇上听到这个消息 暗自庆幸他们之前在城里买下了这种山雀 能够问问真真随身带的香 现在山雀的反应这么大 想必已经追得很近了 随后皇上命令队伍停下来 就地扎营 等待指示 自己准备带上几个高手去前方查探 临走前又吩咐留下的人 趁夜里草原刮东南风 等下听后指示点燃 随后便快马向前跟去 真真 我马上就来救你了 躲躲在营帐内走来走去 他这段时间属实是有些上火 被派来打仗也两三个月了 自己生理上憋得有那么少许的内伤 最近他唯一见的漂亮女人便是叶真真 但他偏偏是个已经四十好几的老太婆 还是中原的太后 他要是真的对她下手了 那中原皇帝不得拿她开刀啊 虽然 但是他真的很漂亮啊 突然朵朵灵光一闪 听说中原的女人都爱惜敏捷 那么就算我真的对他做些什么 想必他回去肯定也不会好意思说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朵朵他们一行人正在营地上休整补给 朵朵心里想着自己的计划 殷勤地给叶真真递酒 叶真真吃饱喝足后 便准备回营帐休息去了 刚到门口 他便敏锐 发现有人跟着自己转过身去 怒视着朵朵 你跟着我进来干嘛 正准备喝吃他出去时 叶真真突然发现自己浑身无力 顿时就想到了朵朵递过来的那杯酒 朵朵看着叶真真的反应 猥琐地搓着手向叶真真走去 猛扑向叶真真 准备在这里将他就地正法 真真见状赶紧蓄立一脚向他踹去 这一脚几乎用光了真真的全部力气 被踹了一脚的朵朵此时更加兴奋了 一把抓住要跑的真真 真真向他扇过去 随后他向前一扑将真真压倒在地 就在真真即将被欺负之时 朵朵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 用力地向后丢去 原来是皇上及时赶到 救下了即将落入虎口的真真 皇上此时气愤地抽出佩剑 用力地踩向朵朵 正准备一见了他之时 真真大声喊道 别杀他 他是阿尔哈图的大儿子 皇上闻言回过头来 满脸隐忍地看向狼狈不已的真真 朵朵此时也吓得拼命求饶 我是阿尔哈图的大儿子 太后饶命皇上虽是饶了他性命 但也让他见了红 久别重逢的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真真在皇上怀里伤心地大哭 自己以后再也不胡闹了 我好想你啊 互诉思念后 皇上对朵朵的身份提出了质疑 他真是阿尔哈图的大儿子吗 但他为何是到临头要喊太后 真真闻言心虚地道 没有你听错了 随后抬起通红的脸蛋 楚楚可怜地看着皇上道 我现在好热呀 皇上担心地摸着他的额头 以为他是受粮发烧了 叶真真摇摇头 整个身子像火炉一样要烧起来了 皇上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焦急地问道 阿尔哈图的那个儿子 他给你吃过什么 叶真真也不知道 朵朵到底给自己吃了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 皇上一把抱起真真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皇上将真真抱出营帐 陆里赶紧上前询问 这些俘虏的士兵该如何处置 皇上看了看怀里的叶真真 毕竟此处接近乌兰部的腹地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闲心 和粮草带着这么多的俘虏 但要是随便放了他们 跑回去通风报信更是麻烦 得令后正准备离开的陆离 突然又被皇上叫住了 皇上沉声吩咐 他再为自己找两件干净的衣服过来 随后皇上带着叶真真来到了一处湖泊 准备用冷水去压制 真真身体里的药性 结果他好像对自己的自制力 太过于自信了 真真看着一样的皇上 开口问他怎么了 皇上嘴硬地转过头去 道自己没事 真真满脸的质疑 真的没事吗 那你为何一直低着头 皇上闻言休脑地 往真真脸上泼了一泼水 他深知真真今天已经受到了伤害 此时定是十分抵触男女之事 自己若是此时还胡思乱想 那岂不是太禽兽了 泡完澡后 皇上就着月光给真真擦着头发 突然真真一把钻进了皇上的怀里 皇上见状焦急地问道 真真你冷吗 真真抬头可怜兮兮地道 自己还是很热很难受 皇上将真真揽进怀里 让他忍一忍平心静气一下就好了 但此时的真真哪里忍得 一把扑到了皇上 对着皇上动起了手来 这一次他并没有排斥皇上的接近 其实他也在过往的相处之中 渐渐地付出了真心吧 隔天清晨皇上睁开心松的双眼 看着怀里的真真 暗自感叹 真是祸惜福 所以没想到这一路追逃 竟促成了自己与真真的夫妻之时 也不知道今日真真醒过来 是否还会对肌肤之亲有所推举 真真被皇上折腾醒后 看着皇上委屈巴巴的脸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 昨晚那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皇上看着害羞的真真期待地问道 真真你的病好了吧 真真思考了一回 缓缓地道虽然感觉有点别扭 但昨晚并无反感也并不感到恶心 这应该算是好了吧 也不知是何事好的 也许真的是你天天在我的面前洗澡吧 皇上一把拥住真真温存不已 可真真这个杀风景的大侄女 她一脸惊恐地撞开皇上坐起身来 她突然想起了被关起来的理由 随后冲下床去 她担忧昨晚斩杀 她俘虏时错杀了理由 皇上在后面赶忙拦住 叶真真又换了网友才进来 网友才闻声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刚进来便看见了令她震惊的一幕 皇上正蹲在地上给自家娘娘穿鞋 皇上见她进来后 陈生吩咐她去告诉陆离 让陆离找一找 昨日女真军队中可有个中原人叫李游 没穿铠甲穿的是普通的长衫 吩咐完后 又对着真真酸溜溜地道 你为何如此关心那个李游 真真文言抓住皇上的手道 她救过我 随后将那天发生的事向皇上解释了一遍 皇上听完后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这么听来 李游的确是救过真真 但她为何会无缘无故对真真这么好 这其中必定有所图谋 转眼功夫 将军就把李游带过来了 并告诉皇上以为她是中原的军医就没有处置她 真真一见李游就跑上她跟前关心起来 皇上随后感谢李游的对真真的救命之恩 说现在女真军队已经被扫清 会安排手下送李游回城 李游感谢皇上的安排 说着一把拉住真真说我们也要收拾回去了 真真心中带着点疑惑反问是否真的就这样回去 皇上诧异了你想知道黄龙吗 按照真真的推测 皇上跟陆离开使对女真的真实位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从行军到战术到布阵再到行军用的粮草 他们都研究得很细致 面对这次如此难得的情报 他们不想放弃此机会 最后皇上提议把女真的兵力调去前线 再配合夜雷亭一战 我们也没有后顾之忧 三人达成一致意见 准备就此一搏 在准备出征之时 皇上提议要带上李游 真真不理解这次打仗很危险 何必要牵连到无辜的人呢 皇上向真真解析担心李游是内奸 就会回敌军那通风报信了 并保证如果李游不是内奸 一定要他安全无恙 要真真相信他 话道如此 原来皇上之前一直派人暗中观察李游 但却都被李游甩掉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他还出现在女真军队里 而且李游还把伤队带到战场附近 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吗 种种的猜测皇上觉得李游肯定是有问题 另一边真真急忙地向李游说 要他跟随行军表示歉意 虽不知李游却知道皇上开始怀疑自己 李游反问真真也是否怀疑自己 真真使劲地表示没有 李游听到顿时心花怒放 说到有你这句话就足够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真真摸摸脑袋脸都红了说 谢谢你那天救我 李游表示当时是自己一时冲动 你还这样说我都无地自容了 正两人刚聊起来 真真的领子被人从后面猛地一拉 皇上立马把真真拖着走 不想让真真再和李游聊天 最后还转身瞪了李游一眼 示意要他不要乱来 李游摸摸鼻仔不屑地暗暗一笑 真真一边被皇上拓展走一边大喊着 干什么干什么 我连跟人家说话都不行了 皇子没有理真真的大呼小叫 直接一把拎起他 然后直接吻了过去 堵住他正说话的小嘴巴 真真顿时脸蛋都红了 皇上随即拉着真真说 我们行军粮食不足 开心地叫他一起去打黄羊去 真真的脸还红着都没反应 只能答应着 狩猎完毕 战士报告皇上说 过了十多天 前方的队伍看见女真的都城了 皇上率领队伍进入女真城 真真发现女真城的平民 看到陌生军队不慌张也不逃跑 也不去网艇通报的 皇上解释这些人都不是 阿尔哈图的嫡系部落 因为阿尔哈图穷兵独武 导致百姓生活困苦 我们也不怕 真真告诉皇上 女真的精兵都上辽东了 这里只剩些老弱病残了 话刚落皇上使劲地拉停了马 大声喊道 全体士兵听我口令 进攻女真都城 不费功夫女真城就被完全占领了 皇后就准备等阿尔哈图一战 陆黎说阿尔哈图怕是暂时回不来了 因为他刚刚收到叶雷霆将军的战报 原来就在前几天 阿尔哈图与叶雷霆大战来一场 结果被叶雷霆的大炮 吓得逃去了西边乌兰部 所以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真真觉得阿尔哈图是个祸根不可以留 要永绝后患 皇上却觉得阿尔哈图已经今非昔比了 就如丧家之犬 哪一个会不识时务地愿意收留他吗 真真担心京城中可能有女真的艰细 因为真真发现他身穿禅衣的事情 本来知道的人不多 皇上露出可疑的笑容 真真猛回神辩护着说 我爷爷一定是青睐的 皇上握着真真的小手说 他知道你爷爷的忠心 但是皇上疑惑的是 为什么在朵朵写信内容里 开始是声称加持的是我 后来又说的大旗的太后 还有在救你那天 朵朵还还喊着太后饶命 皇上继续凑近真真问道 难道是朵朵眼神不济到把你认作成太后 真真直冒着冷汗心绪的认了 我说我不是他还不信 皇上拍了拍真真的小脑瓜 你胆大妄为冒充太后你可知错 要该如何惩罚你才好 然后直接拉着真真双手坏坏的 要不你让我叫你一声爹罢了 几日后皇上接到从乌兰部送来一盒子 皇上想阿尔哈图败战之后 想去投靠乌兰部的首领博日贴车呢 并感觉这进度有点快 这么快就送了过来 真真眼盯着盒子 正好骑着送过来的盒子里面是什么 阿尔哈图的头 真真正想打开的盒子都被吓得直冒汗 脸都发青了 皇上觉得博日贴车那没有和阿尔哈图联盟 而是选择倒戈有点不太懂 真真仔细分析女真虽是实力雄厚 但不足以影响西北部落 所以他们是不会一起来打大棋的 皇上认同地觉得 阿尔哈图这样只会孤注一掷 得到共鸣的皇上 拉着真真觉得她聪明伶俐 便又亲了一下额头 真真突然想起是不是有人想谋反 皇上闭着眼摇了摇头不希望有此事 真真又继续追问怎么不觉得有动静 皇上猜测谋反者大概是出现一些变数 夜晚皇上正站在城墙上 后面有人传来温柔的声音 此处风大不要站太久小心着凉 原来说话的正是女真的索拉公主 公主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 跟皇上提起之前在士兵手里救过自己 皇上转过头看了一眼 感叹你的汉话说得不错 索拉公主一下子脸红了 说是因为自己从小仰慕中原文化 看着皇上背影 公主表示愿意成为你的妾次 公主眼神一愣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只见她的脚上还系着重重的铁链锁 缓缓地靠近皇上身后 一下子从后面牢牢地抱着皇上 说自己日夜盼着有赵一日能跟着你 皇上听到吓了一跳要她快点放开 但公主还是死死地把皇上抱住 问是不是自己配不上她 不远被刚经过的真真听到 皇上这次糟了 跳到黄河水都洗不干净了 随后皇上迅速举起双手 怕那只手碰到公主就不好看了 她大声地叫真真救我 真真一阵莫名 究竟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真真盯着他们俩看一会 然后一把拉住公主的后领 直接把她扯到九霄云外 这帅气的架势让皇上直接变成了小迷妹了 并是弱着我老婆好在乎我的 公主见状不得逞就故意说 是男人对她动手动脚的 真真并没有相信公主 反而用剑拔对着她 警告公主再敢接近她就会要她狗命 公主那副怕死的模样 用手推开剑拔只是仰无将军而已 这一下直接把公主吓到了 公主一下又开始狂飙起来了 能不能亲近将军是将军说了算 他又不是你的人 为什么要听你的 皇上直接搭上真真的肩膀 说自己本来就是她的人 公主一脸疑惑想到想不明白 两个大男人怎么会搞在一起 说着就拉着真真的手走了 皇上想真真解释跟公主没有关系 要明天回京城就不会再见到她了 真真深知道问题不在公主 只是对面的男人本是皇上 皇上身边就该好多女人 让她不去灵性别的女人是不现实 但是要是跟其他女在跟我 我不甘心就推给别的女 皇上敲了敲真真脑门 要她不用想太多 并含情默默地说会按照她的想法去做 真真好像被面前这个男人说服了 一面红上去又开始轻轻了 隔日皇帝御驾轻征大胜而归 一路百姓呼喊着皇上万岁热闹记了 回到朝廷皇上如以往一样上退朝 和批改周章 这时下人报告皇上去昆宁宫的饺子准备好了 但皇上却想去看看贤妃 说要先去处理点事情先 在邀约宫贤妃娘娘正忙着准备好一桌子的美食 下人问贤妃今儿有什么事情这么高兴 贤妃娘娘一边截起锅盖一边甜丝丝地告诉下人 我有预感皇上今晚会来我这边 毕竟我们两个月都没见了 俗话说小别圣新婚 话音刚落外面果真传来 皇上驾到 皇上帅气地走进邀约宫 还没等皇上坐下 贤妃娘娘扑通地跪在皇上面前 这时皇上还没放映过来 爱妃这是怎么了 贤妃娘娘眼翻泪光 臣妃有罪还请皇上责罚 皇上看着闻道你何罪之有 贤妃解析到在皇后离宫的时候 要求替她主持了仙残礼 觉得自己如此僭越实在失礼得紧 请皇上降罪 皇上抿了名嘴让贤妃掀起来 贤妃却执意要皇上惩罚自己 皇上很是无奈 你想让朕怎么罚你 便向贤妃伸出手要她掀起来不要跪着 贤妃搭上了皇上的手一下子扑到皇上的胸怀里 贤妃这一觉得没有得到皇上怜悯 反而想起了真真这个醋坛子会不会知道这时又生起了 贤妃含情默默地准备亲上去 想使出温柔相留住皇上之时 皇上顿时一撒手推开了贤妃 贤妃诧异了怎么可能 皇上从来不会拒绝我的 皇上转身道 既然你都明白你僭越的是皇后 就要皇后来罚你了 随后便要她明天去向皇后领罪去 被拒绝后的贤妃只能呆呆地坐在地上 望着离去的皇上也无言以对 她握紧双全心里默念着皇后的名字 叶珍珍那女一肚子坏水要让她来罚 在昆宁宫里 皇后正斗着自己黑鹦鹉 教她说真威猛 可能这黑鹦鹉出品问题只会呆呆地看着皇后 气得皇后马上骂了她笨妙 又还真行 被骂的黑鹦鹉脱口就来一句皇上驾到 皇后下意识说了一句 她才不会来 突然一双手从后面紧紧地抱着皇后 谁说朕不会来 原来皇上偷偷来昆宁宫看皇后了 皇后不解地问她你不是在邀越宫吗 皇上笑眯眯的看着皇后吃醋的样子 皇后突然正惊地推开了皇上 准备要和她澄清一件事 她明白皇上是一国之君身边少不了三宫六院 但是你若是灵信了哪个女人 请一定要告诉我 皇上表示疑惑告诉你后你会怎么样 你可以继续左拥右抱纸墨药再来找我 皇上叹了叹气撵着皇后的脸 不过就是在贤妃那里坐了一下 你就生这么大气 皇后一脸正惊地解析 我没有生气我是认真的 皇上偏偏以为皇后吃醋并承诺只和她好 说着就把皇后抱到怀里 然后直接又上演了一段轻轻 次日中嫌妃一早就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坐在下面的贤妃一直等着皇后什么会刁难她 殊不知皇后根本没有将她放心上 一直顾着自己聊天 贤妃心里想是不是皇上只在邀越宫停留了一会儿 对她够不成威胁 但是皇上是第一时间来看我的说明的确是想我了 可是又拒绝肌肤至亲是不是皇上还不能行房 下人听着就担心这样皇上会不会没有紫色 听到下人的话 贤妃立即吩咐去慈宁宫 因为她担心再这样下去大气很快就会 落到太后挡下的弹机到手里了 午后皇上来到了慈宁宫 只见空荡荡的没找到太后人 一问才知道太后去了佛堂念经 随后皇上便坐下稍等片刻 在慈宁宫习惯着燃着沉香 但是她发现今天的沉香香气好像和往常不一样 灵灵的皇上察觉沉香味道怪异 而且闻酒以后身上还有些燥热 一大漂亮的宫女跪下皇上面前询问是否身上不舒服 皇上灵光一闪 猜到这诡异的香气和特地派来的宫女 一定是母后安排的 皇上立马起身大步甩开漂亮的宫女喊她滚开 网友才闻声赶紧过去询问皇上怎么回事 在沉香的作用下皇上已经开始头晕目眩体力不支 网友才搀扶着皇上 皇上吩咐要马上去昆宁宫 在昆宁宫的皇后正在练习着写字打花时间 听到皇上要来了就立马放下手中的毛笔 你怎么这么快就 皇后话都没问完皇上已经支持不住扑到皇后身上了 怎么了 皇后轻轻抚摸着皇上 皇上通红的脸含情默默地说 珍珍我想要 珍珍听到这话脸一下子也红了 皇上使劲地往珍珍胸里转一只喊着珍珍 珍珍只好服软了 在沉香的作用下 皇上和珍珍有开始了黑黑 她深信后宫里面除了珍珍其他都不可信 包括后宫里面的女人甚至于亲生母亲 一番黑黑过后 珍珍红着脸告诉皇上纵欲过度不好 皇上抱紧着珍珍说都听你的 然后又问起她刚刚在写什么东西 原来珍珍要处理宫里的一些对自己的留言 说自己在敌因时候为了保命 身体早已被战乌云云 皇上一听大怒 到底是谁对你说的那些胡话 珍珍抬起头认真的问皇上是否也怀疑过自己 皇上一脸惊恐怎么可能 珍珍还不罢休继续问到底 你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皇上安慰着珍珍说道 你刚被抓走时就天天想你心如刀割 听着珍珍也在一次确定了眼前这男人是真心关心自己的 皇上要珍珍相信自己我是永远守护着你的 说着他们深深的拥抱在一起了 皇上担心留言会对珍珍造成身败名裂 轻者牵动叶家众者已死明治 所以一定要查得清楚 珍珍表示自己是不会寻短见的 只是好奇这留言到底是谁放出来的 据皇上分析目前最可疑的 是天后当下的许氏和贤妃背后的方式 他们一个是对叶氏积怨已久 一个是时时想取代叶氏的新贵都十分有动机 但是要想确认谣言的源头着实不易 当务之急我们要尽快阻止谣言继续流播 珍珍问皇上会怎么阻止谣言传播 皇上说大不了多杀几个人 已做校友 珍珍摇摇头觉得几句谣言不值得赔上性命 珍珍迈着关子山人自有妙计 要皇上就等着瞧好吧 总嫔妃一大早就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却被下人吩咐不须请安请各位到正堂听故事 珍珍看着嫔妃都到妻了就开始将故事了 说是关于本朝发生的一件真事 话说天上玉皇大帝派九天玄女下凡 要她去帮助一位有道明君治理天下 于是九天玄女的凡身便嫁给了皇帝当了皇后 赶巧边关打仗 因为玄女娘娘擅长兵法战术 所以跟着皇帝御驾轻争去了 玄女娘娘故意乔装改办潜入敌军内部 不仅耍得敌方首领团团转 还套出了重要情报帮助皇帝指导黄龙一举获胜 归巢之后敌方俘虏知道了玄女娘娘的身份 心怀怨恨便故意散播谣言抹黑她来泄愤 珍珍讲得头头是道 皇上听得也对她赞不绝口 打算明日让逢有德 把京城最有名气的说书先生请过来 要保管这个故事三日之内就能 在京城流传开来 珍珍得意地说谁让我是九天玄女呢 说着就被皇上一把拉了过去 这坏坏的皇上开始说 那小生听说玄女娘娘还精通房中之术 娘娘可否为我答疑解惑 珍珍很无奈要皇上今天要正经地歇息 昨晚没睡好 正想推开皇上却又被紧紧地抱了回去 可见得这皇上真的忍不住了 皇上又调戏着 娘娘可有办法吸一吸小生的力气 使小生精疲力尽也好安眠 这话说得皇后羞得满脸通红 随着床帘的滑落 这里我就省下一万字了 次日皇上一早就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 原来皇后的黑鹦鹉在外面飞来扑去 不停地喊着皇后娘娘有喜了 随即便请来太医给皇后把了平安卖 皇后表示前两天才把锅卖 若是有洗澡就能整出来了 怎么能听一支贺歌的话 话音刚落 太医立马扑通跪下合适双手 恭喜皇上皇后娘娘 娘娘确实有喜了 听到皇上顿时开心极了 皇后也一副很出奇的表情 皇上突然好像想到什么 就下令在场的人对皇后有喜的事情 不能透露出去 等到下人离开了皇上就想真真解析 因为你现在正被谣言缠身若在被传出怀孕 一定又是一场风波 她表示等先把眼前的问题都处理了 在对外宣布这件喜事不迟 听到有喜的真真就问起皇上是否喜欢小孩 皇上直接回应喜欢 因为上次王昭仪小产真真看皇上未见心疼 就以为皇上不喜欢小孩 皇上很无奈地表示 王昭仪不能和你相比 你生的孩子真怎会不喜欢 皇后又反问她还没有子嗣的事情 皇上坦言皇室子女表面风光心里却苦 公主倒还好到了年纪 寻个众意的嫁了便是 若是皇子 兄弟一多总不会像平常人家的儿子那样和睦 而储君却只能有一个 希望朕的孩子都是嫡出没有高低之分 真真想最好是只有一个儿子 剩下的都是女儿 皇上开心地逗着皇后 你多给朕生几个女儿像你一样可爱 皇后诧异着 这种事情哪里做得准 如果不小心多生了儿子怎么办 皇上嘚瑟地说那就早一些立除 早点把名分定下少生是非 令皇后觉得奇怪的还有一件事 黑鹦鹉怎么会知道她怀孕了 皇上安慰可能是误打误撞了 午后皇上正在批改周章 原来皇上一早派人暗中调查留言的事情 查出来的结果果然与皇上的猜测是一样的 是太后身后的许氏做的 宫里的谣言已经传到民间 皇上心里想 能掺和到这种争斗中来的 必定是许氏一族中的嫡系或是与嫡系走得近 又或者是受太后器重的 这些下人应是许氏几房管家和管家媳妇身上 随即吩咐密探回去继续审查 太医如常弟来到皇上跟前请平安麦 太医细心地把了又把表情愈发紧张 皇上询问自己的脉象怎么样 然后太医又直接扑通跪在地上 看这种架势皇上怀孕了 此刻皇上大怒立即拍桌站了起来 大胆如此荒谬的事 你也敢在正面前胡言乱语 太医紧张得都快说不出话了 眼看着老太医也不想会骗人的样子 老太医问皇上究竟吃了什么东西 让太医也会误认为男人也怀孕 女人是否怀孕 除了诊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然后太医就煮了一碗艾草川公粉给皇后 说是娘娘喝下去若是有动静便是怀有胎儿 要娘娘自己感受一下腹内 若无则只是月经不通 珍珍很听话地把药都喝完了 心急的皇上赶紧上前问珍珍怎么样 珍珍失望地摇了摇头 没感觉 皇上也何不是一样失望吗 她原以为自己要当父亲了 珍珍觉得这次误诊怀孕的事肯定有端倪 皇上很受委屈搞到自己也假怀孕了 珍珍给皇上一一地分析了 近些日子发生的诸多事情倒是能连起来了 他们先是造谣说我在敌音之中被忍 然后传出我怀孕的消息 如此一来这个胎儿的来路可就说不清楚了 到时候我百口莫辩 千夫所指 走投无路 等过些日子 再想办法让皇上发现我原来在装怀孕 假怀孕加上谋多皇位这是皇上最忌讳的 皇上发现之后必会想到这一点 然后加重罪于我 黑鹰鹉好像真挺懂人话 皇后娘娘怀的不是龙肿事也重 皇后无奈地表示 连黑鹦鹉都知道肯定宫内已是疯言疯语 无论真假 都能让你颜面扫地 到时候必不会轻饶于我 皇上听后气到上头 叨叨惊尿叨叨催命 真是好大的手笔 她想珍珍承诺无论发生何事 自己都不会服你 接着皇上让珍珍好好回想 最近吃了什么可疑的东西 珍珍思来想去 最大可能是那日说书的时候 吃了庄妃带来的点心 接着他们传召了庄妃 庄妃见皇上和珍珍连忙说自己没有做过 珍珍问庄妃宫中最近是否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庄妃向珍珍提起宫中一件事 寒光殿的一个宫女前夜失足跌进了太叶池 也有宫正思艳过失着人埋葬了 珍珍继续想知道死的宫女是做什么的 庄妃说是她厨房中的掌扇宫女 因手脚麻利臣妾做点心事也常让她打下手 皇上直接问道 那她死了的时候是哪个宫的下人禀报的 庄妃连忙回答说是邀越宫 跪趴下哭着求皇上开恩自己没做好背弃娘娘的事 珍珍让庄妃先回去 她想这个贤妃拿太后在前面挡刀 珍出了事也就不到自己头上 这件事里面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皇上最气重的臣子的女儿 珍珍要皇上自己看着办吧 不用考虑她的 看到如此大度的珍珍 皇上立即把她抱到怀里 她想总有些人以为震不动他们 是因为动不了他们 我又怎么讲情分 我不难过我还有你 次日在宫内纷纷传起了各种谣言 说是许事的人散播了关于皇后娘娘谣言的 现在全都抓去审讯了 另一边皇上传召了方大人 皇上让方大人先做作 只是想找你聊聊关于贤妃的事情 方大人一下子慌了慌 此时皇帝却把我宣进来谈贤妃的事情 是为了敲打我吗 还是想告诉我贤妃犯了什么错 但看在我的面子上这次对贤妃网开一面 皇上便喝着茶边示意要方大人 回去好好地管管自己的女儿 大人深知 后宫的女人居然要臣子来管教 此事一定非同小可 这两日宫里皇后娘娘和太后的事闹得鸡犬不宁 担心自己女儿是不是已经战错人了 皇上传来招子 贤妃方流越音乐之罪 顾连将三级伐奉一年 此后改为方昭仪 另外许是许令一家 因诽谤朝廷意图谋逆 最大恶极叛秋后问斩 余下徐府上下一律流放到穷州 看着皇上将谣言的齿座俑者通通处罚了 在昆宁宫中 皇上和珍珍正在悠闲着画着锦里画 这时皇太后突然闯了进来 网友才见状立马到太后驾到 皇上马上上前迎合着说 母后难得来昆宁宫做一座真事令臣妾这彭生辉 母后这边请 太后还没等坐下即就立即放话 皇上身为九五之尊如今言而无信 怕不是明君会做的事吧 皇上装傻着说 朕谨记圣人和先祖教导 不敢有伴豪为命 反问太后这话可是从何说起 太后坐下了又开始狂飙起来 你明明答应过哀家对于许令一案会从轻发落 如今她和她母亲却要被斩首 皇上表示这件事确实已经从轻发落了 本意是想要满门抄斩的 如今只杀两主两仆而已 真是轻而又轻了 太后拍案起来 说这几句谣言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皇上严肃起来 她今日敢说皇后的闲话 明日就敢说朕的闲话 说她谣言或众动摇国本也不为过吧 太后又问那你救救他们呢 平白无故的为何要流放他们到穷州 皇上走到太后跟前 母后您虽身居身宫 但向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他们在外面做的那些事情 想必您也清楚 朕一直把母后放在眼里 就是不知道母后是否把朕放在眼里了 母后若是执意认为朕是有意加害许氏 那朕也无话可说 最后皇上道出 母后以为是朕害了许氏 其实真正害了他们的是太后女 太后气得转身就走了 原来真真也觉得皇上这次下手太重 那群言官在背后指不定又要怎么骂你了呢 皇上表示他并不在意 因为再过些天三方的义和使团就到了 他们有的忙了 真真想着一和使团来肯定会有好宝贝带来 而皇上却不在意那些宝物 只希望拥有辽东那片土地 看起来十分肥沃 虽北地苦寒也未必不能长出庄稼 真真兴奋起来 但若是真能收获粮食 那可就是功德意见 那里地广人稀 出产的粮食必然很多 皇上表示这样以后若是逢上个灾年什么的 调配粮食那就更方便了 看到如此有共鸣的真真 皇上连忙夸赞起来 夸着夸着皇上又来一阵庸庸抱抱 不管青天白日都可以来一下双人运动 几日后 为了查明理由是内奸一事 皇上来到翠方楼这烟花之地 只见一美女正在招呼着皇上 美女数日不见皇上 就开始买口乖了 原来皇上过来是要跟美女告别的 美女笑话她是不是被夫人屡服贴 皇上点点头表示肯定 美女一边倒茶一边温柔地说 公子您可真不简单 以后您就和尊夫人好好的 请公子多站在尊夫人的角度上想想 做女人不容易好容易两情相悦 莫要因这些不相牵的嫌隙伤了感情 皇上也起身答谢了美女 同时想要美女帮她一个忙 原来皇上想美女去说服一下 他们楼里的头牌花魁柳月 皇上口中说的这位柳月究竟是何人 在紫禁城的天牢里 有一女子正在大喊着冤枉啊冤枉啊 此女子正是头牌花魁柳月 她不知自己为何被抓进大牢来要求给的说法 此时皇上正往她走来 柳月出了气看着皇上 公子救救我呀 为了快速查明真相皇上就直接挑明了 康成露没死 你现在对着外奸喊一声 她兴许能答应 柳月冷汗直冒说不知道皇上的意思 皇上继续审问 问她知不知道李游在哪里 柳月顿时愣了愣又紧张起来 公子说谁 我从未听说过什么纪李游 想女子一向奉公守法 想是抓错人了吧 皇上吓唬她这个地方十分吓人 其实在皇上一直有个疑问 大气国运昌龙 编程坚固 女真打把吐鲁番 必定是有人许了他们天大的好处 而定是与皇室有些瓜葛 原来李游有着一个扑朔迷离的绅士 西年公乱太子让贤 当时年仅三岁的太子之子 在公乱中不慎丧命 其实三岁的小儿若非近身伺候的人 未必能认出他来 因此想要掉包也不算难事 那个孩子就是纪李游 被人搭救后隐心埋名活在民间 如今长大了一心想着腹地翻天 而柳月就想办法买通宫中侍卫 然后借着宫内女子 史记争宠的名头刺杀皇帝 成李游则可以皇室血脉的名义登上大宝 师爷可推到公妃头上 柳月深知 行刺皇帝的机会并不多 深宫大内戒备森严 且皇帝出行又有高手相随 皇上分析出李游也 请关外蛮医助他谋反 许诺事成之后送前送帝 因此他会在战火将其之时出现在祭州 又会在女真西窜之时出现在祭军中 皇上的这些话好像直接 戳中了柳月他们的所有计划 他刷了一下坐在地上 竟无言以对 皇子最后临走时给他三天的期限 要他说出李游的下落